來,同心大家好 今天又來這個 正說來這個 跟大家來奮鬧一些這個法例 台灣法例相關的一些這個 算是啦 一開始 我們上次有提 我那個書已經好了 書已經好了 不過我現在還在調整 裡面的內容我現在還在調整 可能要到大概9月中 9月中就可以給你們 大概9月15號左右 到9月底就可以給你們了 時間跟先跟你們定一下 應該是在那個時間點 差不多9 最慢9月底可以給你們了 因為名字好了 現在炒稿 現在我要做裡面的一些條件 然後 我有 我有把炒稿給一些通信 麻煩請他們幫我看一下 看是不是還有缺什麼法律 當然有 同心跟我說 是不是我們的控煤案進去 我們控煤案是不是也要進去 那我說這樣子 因為控煤案是要單獨出來 因為 控煤案裡面 我給各位說 我們那個控煤案 是 我們那個請願 我們那個控煤案 我們林志生 林子安 跟我們台灣民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 我們這個case 現在是請願而已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請願 當然它也是一種法律 但是 真正的法律 拆下來是在那個 你知道嗎 在美國的軍事法庭那裡 它會跟我們台灣的國際地域相關做一個 環境的 這個 卷宗的說明 照我會了解 如果是A式子 大概有八百頁 你知道嗎 我們的控煤案的中審 至少應該有八百頁 那裡面的內容很多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真正的 他們的孩子 跟國民黨在我們台灣為非參作的 你應該知道是超過八十年 已經滿八十年了 你知道嗎 名字多少你知道嗎 美國軍事政府對國民黨是很感冒 對政府跟他爬的爬的爬 因為他現在如果要台灣要這個問題 他要處理 你知道嗎 這個固案 什麼叫固案 政府跟他爬的爬的爬跟國民黨 什麼人害我們台灣人最慘 睡在你旁邊的人害你最慘 你要記得 什麼人現在跟台灣睡作的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他這是外來的政權 我們台灣今天去改造什麼 中法民國 什麼台灣一個不三不俗的國家 我問你 什麼人犯的 中概就能爬的 主要是中概就 跟國民黨 跟國民黨 中概就跟國民黨 就比我們台灣人 你想一個問題 這些事情都八十年了 你知道內民的名字有多少嗎 我講 我講 A市值 那個八百頁 我講 可能還不夠什麼 我講實在有 那內民 是很多軍事政府 一定會 對中概就 對中概就跟國民黨做新朋友 沒有他去台灣 我告訴你 他不會交代 他對日本 沒有交代 對我們的母國 和天皇 沒有交代 對不對 他對我們台灣人也沒有交代 他對全世界都沒有交代 為什麼 那時候 他們要把中概就國民黨 帶來我們台灣 幫你撥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也是美國儲負負的政策 你知道的意思嗎 不管嘛 反正已經造成了嘛 那也證明說 中概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是無路應的 是一個無三小 路用的禁款 是扶不起的阿賭 阿賭 什麼我的原因呢 因為中概就國民黨 就無效了 因為他們都被騙怪偷強阿 那說到他們做的事情 有正經的 來啦 我們台灣人看國民黨 中概就他們八十年了 中概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在台灣有做什麼正經的 在世界社會有做什麼正經的 沒有啦 沒有一個人正經的啦 我說實在有啦 所以我告訴你 這叫做 這叫做危害人類罪 反人類罪就是這個 中概就國民黨是百分之百 反人類罪 阿因為 中概就國民黨 基本就無做什麼好歹 所以他在台灣 在中國台灣都有騙的阿 你知道嗎 他就像春天有騙的阿 他都跟你製作一些 相關假的歷史阿 我說他什麼 蔣介石 國民黨好棒棒阿 什麼抗日阿 什麼有的沒有的阿 那都假的阿 所以他現在國民黨跟共產黨 他們的 兩個兄弟在那裡都抗拼 阿所以 所以我告訴你 現在中國的租款 等你來 什麼叫做租款 他跟派的叫做租款阿 有沒有 你近拜 中概就那個薩的毛 我跟你說 那就是租款問題阿 蔣介石 他殺人毛 阿你現在你把它派 你把它拆起來 那就是租款問題 你屬非不分了啦 你好的跟賣的都分不出來 今天跟賣的都分不出來 這就是什麼 這是租款問題阿 全人類都有租款的問題 你都認識 你自己做的 大家都對的 實際上我說是不對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租款問題 你投給派去 人家說你認賊最白 那就是你投給派去 那你投給派去 那就是租款問題 你把賣的當作好的 那你把好的當作賣的 那這就是租款問題阿 屬非不分了啦 你知道嗎 那就是租款問題阿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就是租款的問題阿 就是說 說我剛才什麼叫做 租 什麼叫做 租款的問題 你沒有要遵守法律阿 明明 法律說你不能替人 阿你現在你替人 人家說你不能親自的法動戰爭 你現在的法動戰爭 阿你在那騙外偷牆 這都不用做 阿你現在你做 你知道嗎 這都是租款問題 租錢問題講簡單一點 就是你在違反法律阿 你違反相關的法律阿 你違反相關的法律阿 你這就是租款問題阿 你看看 中國國民黨 中介就 他們帶他們的帆人 在我們台灣 是不是都違反法律 是不是這樣阿 這就是租款問題阿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到租款這個問題 你就要討信經 憲經如果討信經 你如果你有租費 你如果有租費 你就知道什麼是租款 你知道嗎 什麼叫租錢 法律跟真理阿 那就是租錢阿 就是相對阿 相對阿 相對不是一個人 不是你夢得對的 相對就是什麼 就是金利 就是法利 就是誤到的什麼金利阿 那就是 那就是租款阿 那就是相對阿 相對不是你看誤的 你知道嗎 他是誤到的金利 他是創造者 所以這叫做租款 所以你一旦違反到租款問題 你在現象象 你會看到他在違反法律 你違反法律 就是違反 無條的金利阿 這就是租款問題 簡單一點 就這樣跟你講 阿你如果要再了解得清楚 你要討信經 像我有寫書 我現在四本書 都在講租款問題 其實沒有啦 其實不知四本還是五本 都在跟你們講 什麼是主權問題 你討論他 那叫做租款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要寫書 我寫書的原因 就是要把你們的觀念都調回來 都把你們做改變 把你們的租款都變 把你們都換一個人 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靈魂都換掉 你知道嗎 這就是回合你的租款 我要說齁 我們這個世界來說 我們的人最重要的景 但是我們的人 都會有些壞人 把你判去判的地方 把你判一個偏的地方 你當你行判去 你當人偏的地方 你會判去 三千主權問題 你把他們判掉 你看那十四的中國人民 現在都在欺騷有沒有 啊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主權問題 他都在製造一些謊言 你看一些嫁名跟你騙 騙說什麼 寧願中國不漲潮 也要解放台灣打 這都是主權問題 那都是唱的 你聽什麼意思 你如果聽他說的 阿幹的 這都是唱的 這是什麼 這是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就是你打他打他去 說得簡單 你打他沒打的人 你說你現在回合主權 你有屬非 你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你會知道 我們做人不可以騙外偷強 不可以去煎營努力 不可以去做犯罪 要準修法律 要準修盡力 這樣你就回合你的主權 所以我說 一論說到主權問題 都你的思想問題 都你的靈魂的問題 所以你不要看一個人 好好的 要有人打他打他 我說我看很多 尤其是我們台北市 在中國的豬肯 洗腦很嚴重 你不要看一些博士 一些碩士 人家都打他 打他 打他就是主權問題 為什麼要洗腦 所以你抗錢 抗一百分 我替你煩惱 你敢知道 你的一百分 是真的假的 你也不知道 反正我抗錢就要抗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的孩子 要把他帶到中國民國 洗腦 洗腦之後 中國民國跟台灣分不清 所以那就是主權問題 因為你沒有屬於 知道嗎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主權問題 你已經分不清楚 真的跟假的 好的跟壞的 你都分不清楚 你去認賊作戶 那都是主權問題 好不好 你如果要了解 整套的 你只要抗我的車 你抗我的車 你抗我的車 你絕對我都不明白 我怕我來給你點一下 你回去抗我的車 我給你點一下 你整個都開了 你也不是說的 你如果要來聽我演講的 大家都很聰明 都神叫你來 欸 你以為你想要 聽到我的演講來講 欸 你那時候是 欸 你那時候是 都沒有英國 是有的 是我們的神 欸 欸 叫我們大家來聽 我是一個風髒頭而已 我是你說上帝的真理 講法理 講這個真相 這樣而已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也不太厲害了 我的名字都在上帝來的 因為上帝就是主權 上帝就是唯一的什麼 唯中的這個標準 他如果說對就對 說不對就不對 為什麼 標準是他規定的 那不是我 因為我生來 這個標準 如果將來改過了 聖經到改過 我還沒出息之前 兩千多年前 聖經已經有了 是非早就定了 好跟壞也都定了 那不是我的啊 我還沒出息之前的 兩千年人 聖經就寫好了 這樣 對不對 屬於不是我定的 屬於是上帝定的 那是本來就這樣 那是不改別的 所以你要記得 有中是有一個標準 我們這個標準 就是創作者上帝 這個聖經 你看美國總統 有什麼電聖經 那就是標準 你看 美國總統 他們要就任總統進行 他是不是要按著聖經 向上帝啟示 說一就職美國總統 有沒有 所以我問你 美國總統的主人是誰 上帝呢 所以那就是主權啊 懂嗎 有嗎 你看美國總統 如果要求這個心 什麼都電聖經 然後要啟示 齁 齁 在那個這個 這個 好像是 這個神聖人的名頭 要整個都啟示 他要順著 上帝人力來做事情 有嗎 有啦齁 啊那個就是主權 那個就是主權 齁 所以我說的齁 我們做人不是說 你會切打多少 你說一定要打什麼台大 打什麼哈佛 不一定要 那打 台大打哈佛 打他很多 我看很多 因為我說的是 我也是 我也是高 我也是高知識分子 我看一些 學歷比我更好的 打他很多 我不會騙 那都不屬於的 但是他真聰 但是他在觀念裡面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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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後大事大會的問題 他分不清楚 博士不是專領的齁 博士有的會被騙 你知道意思嗎 博士仍然會被欺騙 你知道意思嗎 博士依然會被騙齁 不是沒的齁 博士也會被騙去 那些歪路的很多 不是沒的 所以 你也覺得博士有時候 他是 扯比正常人更高 還算扯多這樣而已 但是他有的也會被騙 所以說的 博士說的 對我來說 沒什麼 因為我也是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講給你聽 博士其實在他的專項裡面 疊得多 像他跟一般的人都差不多 但是你如果說到他的專項 可能比較強 那我實在會 除了那些人以外 他跟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 你知道嗎 我博士我也沒有專領的 你知道嗎 我們理解能力可能高一點 在那些一些能力可能會好一點 其他跟我講 差不多 跟我們正常人差不多 你知道嗎 博士也沒有什麼 就這樣而已 因為 因為 我也是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問我 你說博士差在哪 可能他的理解能力好一點 然後他有受過專領的信念 所以他對一些分析 一些做一些 邏輯概念的理解上面 他會比你好一點 其他的大概 不一定會比你好 好 這樣給各位做一個解釋 先給各位說 你要要找可以了 你用來跟我講 你們現在要輸的 可以跟我講 我已經有了 但是我現在要修改 我一些東西要裡面要改 我裡面還有一些 像一些一些技術 我還要調得準 我還要花一個時間 大概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現在已經月中了 現在用得好 才會已經 大概下個月中了 我們先看一個內容 你不要找 你用來跟我說 還是 你們想要是這樣 你們集中一個 你們給 你們其中一個通信 你們一些廢阻 你知道嗎 你就幫我clation 你就一間 你就一間買一個十分 二十分 三十分 我這樣比較好處理 我全部都叫你 啊一樣一分都一百塊 啊這是主要 要給大家方便的 你知道嗎 要給大家方便 啊也給我方便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 因為這個名字我也要 你看 齁 你看我這間 我這間 因為我這間 算工具書 裡面都法律 都沒有說什麼道理 都沒有 完全就是法律 你如果憲規就是法律 都沒有跟你說一些五四三 啊你如果要了解這個法律的來源 我在之前的幾本論文裡面都有說明 他的前後的來源到底是怎麼來的 齁 我告訴我 每一條法律的前後的來源 其實都是有歷史的 都有歷史的 你知道嗎 每一條法律 你知道的國際法相關這些名字 比較重要的法律 都有你的歷史 我的歷史都落落長了 齁 啊我都做算面貴 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會有這一條法律 齁 你知道嗎 啊我說 我列出來的是法律 那些宣言我就不說了 我一切要以法律為準 以法律為準 你知道嗎 法律有的 就是我們要緊的 啊存在宣言 那些都做參考的 宣言還是公報 齁那些我們就當參考 那我們基本上是拿法律來講 齁 法律的名字來講 就是重要的法律 啊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 齁 齁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修 跟米漿 你知道嗎 日修美戰 齁 啊跟我們相關的條約 啊條約 啊條約真的我們台灣的部分 齁 齁 齁 我集中在火力全開 在我們台灣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跟你說一個目的 未來因為我們是台灣的代表 你記得我們是本土的台灣人 齁 齁 我們第一回合我們的國籍 我們的身份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台灣的 合法的代表 合法的代表要做一件事 就是 把我們台灣的這個什麼 國家的租款 就是國家的法律 要抓下來 我們台灣要寫什麼樣的 要寫什麼樣的 我問你 我們台灣要寫什麼樣的 我問你 啊你要把我們的法律拿出來 把我們台灣相關的法律拿出來 我們人敢要討論是討論法律 討論台灣相關的法律 以前的人 要怎麼把我們台灣的國際 對它拚下來 啊我們現在要寫 我們現在要贏的法律 我們下一個 世代要用法律 要尊敬進進的法律 你知道嗎 你法律不少不寫耶 你法律要成先其後 你進進我們的先人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 相關對台灣的法律 會規定 你都要尊守 以外 你還要想到以後 的人要贏的法律 你知道意思嗎 我等一下要講到這一點 我等一下要講 一篇我今天要講一篇 講究竟三條約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為什麼究竟三條約很重要 究竟三條約 雖然是地地 小小的地方 我說最欠的就是究竟三條約 決定台灣國際地位的 依然是究竟三條約 也不是台灣關係 但是台灣關係 我們台灣的行政運用是最高的 因為這是美國的規定 他說用在台灣的就是台灣關係 但是實際上 你決定我們整個台灣的 名文的 仍然是究竟三條約 就是對日和平條約 齁 所以你對日和平條約 你要很理解 我們對日和平條約 理解真的都不夠 所以我特別給你補強 我今天講 我在講裡面其中一篇 就是對日和平條約 我告訴你 對日和平條約很要緊 爹爹而已 但是我要說 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包含我們整個日本的名文 整個我們檔案的名文 就是對日和平條約 在你決定的 那對日和平條約 有很多其實你們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跟你講 當然我沒說過 你看也沒聽過 我再說一次 因為畢竟他要緊 那要緊的名字 你講一百塊油的也是要緊 你知道嗎 那就是那個名字的要緊 你聽到嗎 那就是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神主牌位 神主牌位 就是對日和平條約 對日和平條約 對日和平條約 有很多名字 有說 但是有很多名字 也沒說 你知道嗎 還沒有講 還沒有講不是沒有 你知道嗎 還沒說不是沒有 是他 他我講 但是他再來會說 但是他講 他也是較早的法律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一下 你這法律都要呈現其後 因為法律領工 你話不能說 因為你現在出來 講的都聽你了 什麼叫聽你 就是 真理跟法律 你要拿手指出來 我以前我們的 神人 我們照台灣國際地位 你的法律都要搬出來 你搬出來 說以前 簽這個條約 你知道的意思嗎 領工你都講法律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講 所以你講的 都一些五四三 都不知道解決問題 你說什麼 哇 什麼 哇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 美國在狗放屁 沒有那條法律的 你聽不 沒有那種國家的 那就是胡說八道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主權問題 那一推子打工 哇 美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名字叫英國 乾你老司 有那種國家 你不覺得這樣想說 這樣講的 那是幹什麼 那就是主權問題 那推子打工 我不會跟你騙 你看台南雙 哇 什麼高高在上 那很多都推子打工 都不會亂做的 你讀他做的都正好 扶說八道一堆 那都基本不法無理 都不會亂來的 所以這都是什麽 投格派的主權問題 跟你講得簡單的就這樣 你若任天你看的時候 你看一些人在台下面在胡說八道 你若法律比較好 你若好得像我鄉親 我就聽你講 你講得對還是不對 還是你胡說八道 你知道意思嗎 你若經過我這種訓練後 你就知道什麽人胡說八道 什麽人講的是真的 你知道嗎 我們一個人厲害就是 什麽叫厲害 我們有分辨真的跟假的 好的跟壞的 你知道嗎 真的跟假的 你不能出來 幹這些胡說八道 你只一聽就知道那些胡說八道 這樣就什麽人玩 這樣你會笑 因為你能夠挑出別人的錯誤 就代表你比我更厲害了 我們說實在有的 不然你如果什麽人都聽不出來 哇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很爽的 但是你實在就沒有那種名字 你聽不 老闆 你給我一碗小的兵 幹你老師也沒有這種名字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那胡說八道 小的兵 你是要怎麼生的 這自然界不會有那種東西啊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小的兵 有那種名字 沒有那種東西啦 好不好 所以我說聽了大事 就知道那些人在親自黑白講 聽不懂的 你講啊 這就是中國人的本事 那些沒有在講 這胡說八道 我特別跟他講 真假死 他們的中國人就去好爛嘴 你知道那嘴 打開都會騙的 那是中國人 都胡說八道 講話都沒有東西了 那是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 現在跟你說起來都不要聽了 都嫁了啦 因為那些民族就是要胡說八道 你都不要跟他講的 唯東做錢的都嫁了啦 為什麼寧願啦 他們的中國都不漲草 也要解放彈倒 啊 講的都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我說這都主權問題啦 好 那你們要輸了 現在可以定了 最好你們集資啦 你如果十個 二十個 你就跟一個人買我這樣方便 啊 你也比較方便 我如果這樣一個一個駕 你就一個 對 我如果一個駕 大家都很麻煩欸 啊 我如果駕一個人 你就直接給他拿去 就這樣 我要說 我們會 這樣子會比較輕鬆 譬如說你 高雄酒的 你看什麼人要愛 你就跟高雄 你就說好 你就全部都找他到我接頭 我這樣比較方便 啊 你也方便 我就跟他駕一個位就好了 不然你就 每個人都去收 我要說你很麻煩欸 啊 我也很麻煩 因為我的作業成本全部會拉高 啊 當然啦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那你就在蝦皮上面買 蝦皮會貴一點啦 因為你知道 蝦皮跟我收的都收8% 然後我還要包裝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一本一定要賣到百里 我一定要賣到了解 那蝦皮就沒有辦法 蝦皮一本就要到120了 好吧 因為他有一些成本我們要cover 因為蝦皮跟我收的就8%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如果在蝦皮你 在開店的你就知道都給你收8% 那些服務費啊 什麼那些費用 給你加到0.0.8% 什麼廣告啦 什麼什麼有的 收收的就收 給你收7.5% 8% 然後還要稅金 還要給你扣5% 所以我說 你如果營業的規模到一個階段 你蝦皮是給你收差不多15% 然後你不含你的包裝 你的包裝我包就說差不多20% 我不會騙的 往往是都這樣 所以我一本沒有賣到百里 我真的賣到了解 那個也很沒有效率 成本都拉高 不如我就 現在叫一個 貨到付款可以啦 貨到付款都可以 我如果用駕的一間20分 30分的就給你貨到付款了 你如果超過50分以上的 我要說免運 那個運費我吸收啦 那個貨到付款的費用都我吸收 你超過50分的我都去收啦 這樣大家比較方便啦 一分一百而已 你如果去蝦皮買那百里 所以你成本也要收 我也比較方便啦 這個工具書 未來大家都用得到 因為我們在寫法律 我也各位說 未來要寫法律 這樣要了解台灣的國際地位的心臟 以後都尊教法律 剩下不要囉嗦 我覺得剩下都嫁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法律 你 你告訴我 你最好的也是要尊修法律啦 因為法律跟你說的都真的 只要說這我們家 我老弟子我一定寫 這我們家是我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就不會亂寫 所以法律一般人沒有人敢亂寫啦 你法律如果亂寫你 你剛才說的你會碰見到的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法律沒有人在亂寫的 所有權狀你幹嘛去亂寫 你知道嗎 你老婆跟老婆結婚還沒去亂寫 你不敢亂寫 你亂寫的亂寫 你亂寫的亂寫 你的殘忍和家庭都會碰見到的 你如果說到法律沒有人跟你做妓 因為法律如果做妓 你都會碰見到的 你聽不懂 所以法律就不會造假 法律才不敢做妓 你是他很多人在看的 你如果你在 通過一個國家的憲法 多少人在看的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千百萬人在跟你做堅情的時候 你就不敢做妓 你聽什麼意思嗎 那大家眼睛睜大在那邊看 看你這個名字到底是不是有根據的 你如果有根據我同意 因為你說的是實情 你如果拿著模子 你會說的時候 胡說八道不要跟你信任 你帶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沒有人敢承認 你都沒法度的 你都黑白亂寶 在國道菜兜 你黑白亂寶 你什麼中華民國台灣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股杠的問題 你把它想辦法 所以你就看 你看最近在看我們的套運 你還是在揖武安期中華台北 什麼我告訴你 你這個股杠的問題 不知道好資質 什麼叫中華台北 你不是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現在又叫中華台北了 這就是問題啊 這就是主權問題啊 他媽的這就是有問題啊 你只看一看就知道 那有問題啊 知道嗎 什麼叫中華台北 你幫你想 什麼主權問題 什麼胡說八道 什麼黑白道 他以後人也沒辦法 你也要叫什麼名 叫什麼名 這給你補一個中華民國在台北 有沒有 這亂七八糟的名字啊 你不是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怎麼搭起來 現在都搭不起來了 哇 還叫什麼中華 還叫中華台北 還叫台灣 還叫中華民國 也叫什麼中華民國台灣的 亂七八糟啊 你都沒有一個 聽到的名字 這樣就是有問題 這就是主權問題 有沒有 這個台灣是不是有主權問題 沒有錯啊 你講不清楚啊 胡說八道 聽不懂你講啊 黑白在那裡 要叫那些政客 有哦 哦 就給他 哦 選舉哦 愛台灣哦 衝哦 刀票哦 對啊 你就去了 你傻傻傻了 所以 不是所有人 你做的 事情都對的 哦 各位 我也跟各位說 不是很多人 你做 哇 台灣 兩千萬人 你做的 都對的 啊 不然你如果不對的 你要怎麼 所以 不是人 這個啊 蜀妃 蜀妃這個名字 不是說 你人很多 你就代表蜀妃 不是 蜀妃就是蜀妃 蜀妃就是 雄妃就是 雄妃上的 雄妃也一個而已 但是他一個 割定所有人的名字 因為他就是 蜀妃的標準 你知道的意思嗎 蜀妃是什麼 就是 就是 真理啊 無條的真理啊 就是法律啊 對啊 我跟你說 全世界人 如果我這人 但是 雖然我另外那人 雖然一個人 依依我也是對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都要記 因為他是真理啊 哦 你聽到嗎 這跟你說的 不是所有人 你做的 都對的 啊 真理就是真理 所以你都不用 什麼人 你做什麼事 你會知道 你自己做的是 尊守真理 我就想你不用插影 因為他後來一定 走不通的 因為你如果 尊到真理問題 尊到資格問題 我說真的不容易 因為那是 鐵道 那是天道 那是 鐵力 哦 你說 你說 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啊 你這個名字 你就過大牆 你怎麼說 你就不會過 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 現在中華 現在 現在想要 再給他 一個中華台北 這樣 現在過大牆 啊 現在看你要怎麼 啊 這敢有改 這不改了 啊 這就是主權問題 懂嗎 所以你如果 黑白做 你黑白做 你後白做 就有什麼主權問題 因為你做的 黑白民行和真理強碰 啊強碰就是主權問題 啊主權問題 你就要去改了 要什麼 要改你的頭 改你的鬧 甚至要進入司法審判 你知道嗎 有的人要 這種打劍情罪什麼反人類罪 用這個法律幫你清洗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台灣還有一次法律的清洗 你知道嗎 歐白跟亂衝 人家說會放五一尾 你知道嗎 放五一尾你聽不懂 那些人家說 炒野兵過來台灣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過來台灣 因為中國以前是穩盲 都沒有法律 也沒有法律 也沒有法律什麼都沒有 那些炒野兵看過台灣一片土地 看我看我看 好像都沒人的 你知道嗎 看很開心的你知道嗎 如果把褲藏起來 他就說這片都我的 你知道嗎 台灣人你笑 因為台灣人說 要決定土地 所有是地震事務所 你決定的人有散發一個 那個泉狀出來 什麼人的土地在那堆都很清楚 但是那些草野兵 不能擬驗 沒有衛生 他們也沒有地震的概念 他也沒有地震 所以過來台灣人說 那個 地圖 倒一根內褲 說這都他的 這台灣人 叫做 躺在那裡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中華民國現在在台灣的狀況 叫做 躺在那裡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他想要愛台灣 他就沒辦法 他就在那台灣勾勾 因為他的法律 怎麼倒就倒不起來 因為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就是他的問題 人家怎麼可能會放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就一直要 台灣的主權就在那裡 沒收 好不好 想辦法去躺在那裡 哇 這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 中華民國 你把你騙 那就是躺在那裡 拿沒有的你說 人家你決定 土地的所有款 還是你決定 什麼人 我們都有地質 我們都有負責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日本人 我們時代就都定好了 那就是要拼在那裡 有人在衝擊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他們都用法律給你規定 用法律給你包起來 所以用法律 你決定 這個所有款 這個名字是很先進的 你知道嗎 以前都沒有的 以前都部落戰爭 我如果打的 你會都我的 你的人也都我的 我要幫你做路財 我問你 那邊沒有法律 那邊沒有法律 那邊就沒有地政 也沒有法律 所以常在戰爭 他們沒有法律 但是日本時代 日本天皇 那個時代 我們有法律 我們也有國際法律 我們有地政 我們有負政 我們台灣這片土地 什麼人 我們 這個 負責水大 一個國家 都把你寫得很清楚 我們是明治大政招合的 這是不是日本人 是啊 日本人 所以我們水日本 對吧 還有我們日本時代 土地 都是日本人做的 我們在地政 還有我們的下官條 那都證明我們這片土地 又水日本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在舊金山條 裡面說的 我們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我們台灣的國籍 還有日本臣民 還有日本天皇的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都舊金山條 裡面都去跟你說 你又水日本 哪一個日本 你就要帶他去想 這要一點點發理 但是不關注的 你都水日本的 所以我們說的 我們是日暑 現在美軍你把你講 主要家庭千塊你把你講 所以叫做日暑美戰 所以這整個法律架構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今天說的 也一樣是法律 所以法律重不重要 很重要 要決定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寫這本工具書 你就知道要件 要決定台灣的租款 決定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你說有需要社會嗎 要的啊 我都把他放在一旁 上去 我們以前的日本 日本是說 你把你塞冰 這個法律在那裡來的 你們大家都有 你們不要打過我來找 你就知道 那一條法律要出來 之前都很多 很多英國 有它的歷史 後來經過戰爭 是什麼樣的 你們在下那條法律 大家來管理 你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這十條法律 差不多都戰爭打出來 這四多少 你看圍到一條 舊青山條的四多少人就好了 啊 簽不完之後 也死 也死很多人 也怕寒戰 也怕夜戰 這四多少人 你知道嗎 死要幾千萬人 啊 多少人 流離失所 就圍到一條法律 啊 那條法律 就是把整個歷史都頂下去 你知道嗎 齁 那個人說要頂海神 把歷史頂起來 齁 所以你要寫那條法律進行 相關情侯 都有一些歷史的出來 齁 我們人類 歷史的重大事件 就跟這些法律都有關係 齁 你來看 來來來來看 美國憲法 你看有要緊齁 欸 美國的權力法案 他是不是也很要緊 這都很要緊啊 還有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有啊 有啊 我們天皇的憲法 還有日本國憲法 這名怎麼來的 齁 下官條 朝鮮及台灣著名 政治參與造書 齁 天皇跟我們說 他的成名 齁 啊 我們可以參加帝國議會 所以我們天皇的啦 齁 再來 華盛頓的海軍條約 有啊 他要 給到先進的國家都說 啊 你這個台灣跟平衡 頂日本天皇 有啊 這也要再說一件 還有對英美兩國的宣戰造書 天皇向英國跟美國做選戰 啊天皇說我們不要再打 啊天皇說啊 啊 我們導航 齁 啊還有 我們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同文金最高統帥發布一般命令 號 叫金蓋舟來宣戰台灣 這就出問題了 所以一般命令第一號 你看 最多台灣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就簽一個對日本的和平條約 啊 啊這中華民國就不簽了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人不可以簽 因為人家知道 這差大政府啦 土匪啊 他們的中國的主權有問題 所以不可以讓他們參加 他好像結論 兩個中國都給他打出來了 所以他們兩個中國 究竟我們條約都不簽啦 人不可以簽啦 你知道意思嗎 說那土匪啊 不要簽那醫院也有問題 啊 再來我們的美日安保 美國跟日本說 要保護我們日本 所以我說 美日安保是不是用在台灣 是 為什麼 因為台灣就是日本 所以我說 若阿強啊 如果中國人要來 要來 算是要來囤我們台灣 我說 美日安保會啟動 絕對會啟動 絕對美國跟日本的聯軍 絕對會跟中國打起來 什麼的原因 這大概屬於日本 所以我們台灣屬於 美日安保的架構 你知道意思嗎 好不好 那明年的3月 是不是那個 美國跟 日本的統合司令部 要設立 有沒有 要在我們東京有 啊 這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台灣還屬於 美日安保 我們台灣還屬於日本 我們屬於日本 分離中的領土 啊 我跟你說的都很像 都發論 在法律的感動 我們台灣現在還屬於日本 其實我們在日本裡面 會有分開 會有分配佔領 會有美軍給你分開 他說 你雖然屬於日本 但是你現在台灣 你這地是獨立的社區 這樣啦 但是你雖然屬於日本 所以它叫做分離中的領土 也不是把你分開 但是你還屬於日本 啊以後要我們來處理 我們再叫以後的領土 你知道嗎 那叫做分離中的領土 我等一下去說 美日安保 啊再來說到台灣 台灣關係法 這對我們台灣的行政 什麼人對台灣的行政 美國政府對我們台灣的行政部分 我們台灣要的相關的行政 我們的政府 你知道嗎 就是在台灣關係法出來 你知道嗎 包括我們的AIT 我們的AIT 要去做台灣政府 這都台灣關係法整領 所以說你都看法律就好了 因為 美國怎麼做 它是主權國家 什麼叫主權國家 它有遵守法律的必要 所以它會叫法律下去做 所以你只要看法律就好了 你都不用在那黑白上 你如果用中國人那種鬧 天馬行空的鬧 你看美國都看不到 但是也很簡單 你只要遵守法律你都看不到 所以 美國人在做事情 他依然遵守法律嘛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把法律看上去 你就知道 他會怎麼做 他要做什麼工作 他會叫法律來做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主權國家 那中國人在做 人頭的事情 我說都沒有標準 他如果想到什麼 做什麼 所以都黑白亂做 齁 因為中國人 他沒有法律的概念 他沒有那個 體育的精神 他沒有上帝 所以我說他們都黑白亂做 你如果看中國人做事情 你叫海陶 你知道嗎 他沒有章法 都黑白亂做 做完之後 他又更麻煩 人家說三做 是不行 越做越不容易 你說中國人 因為他做事情 他都 都 都說的 都說不通行 對啊 他做事情 相關的一些標準 他也沒有 要做的 他也沒有 他想到什麼 看人家說現在賺錢 他就下去做 你知道意思嗎 都沒有通行 這就是中國人 都自我感覺 就這樣黑白亂做 啊再來 最後就產生 就產生問題了 所以我說人家的事情 叫中國人做到 一定出問題 所以說人家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不能告訴中國人 你如果告訴中國人 你就是跟他亂而已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民主的 沒有你純粹法律 沒有標準 你知道嗎 很難料的 但很難料 你通常要料到肉 都做肉的比較多 中國人所做的 只能做烈 他在做烈而已 為什麼他沒有法律 他沒有標準 他沒有上帝 所以他只能做壞 他不能做好 所以你看 中概就 國民黨在台灣 覺得做過一件好 大家基本就沒有 什麼看完 他沒有法律 沒有標準 都在胡說八道 都靠騙 有沒有 我跟你說中國人 就一定靠騙 拿那個沒有在講 那就是中國人 他沒有標準 他不像我 你知道嗎 他 中國人今天都像我 今天他們的國家做不到 中國人今天失敗 就是像我這種人 根本就是沒有的 你看台灣 什麼人 你說法律 就只有我 只能說 你如果不說 你如果剩我這種人 比較多 你知道嗎 台灣多求 但是都沒有 都你 看 什麼 枝枝掌停板 看股票你蓋 那都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你股票 台灣股票 你蓋到一百萬點 你以外也是有問題 你聽不懂 那法律 法律跟賺錢 是兩回事 最後可能說 你的錢最後歸零 是因為你的法律的問題 蛤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死啊 夭壽 什麼你的財產都有問題 齁 你就要想到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你最後歸零 我說你有一千億 你如果乘以零 最後就是零 那法律主權問題 你想要歸零 不要開玩笑了 我們家以前也算不錯過 也因為法律的問題 要怎麼歸零 所以我還要說 我們不要吃過歸零糕 歸零糕 歸零糕就是說 幾個台人在那混 混蛋後面最後乘以零 什麼樣的主權問題 所以你卡住主權問題 不要開玩笑 你一四人的混蛋 跟辛庫歸零 你怎麼做 你後面你會起死 人家人家說 帝人怕自殺 就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這樣發出問題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去卡住 發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樣 法律很可怕 最後給你的財產充公的 你不要以為 你都幾天到 法律在那裡講什麼 你說不會啦 我絕對不會是最後一隻老鼠 我說你就是 往往這種小孩的人 你就囂在那裡 都不要好跳出來 都在抓 因為我們以前 沒吃過歸零糕 所以我知道 你不可以去問法律 尤其那種法律 不能去囂到 你如果囂到 你要在那裡出來 你就困難了 我還要說 歸零糕 好啦 這樣跟你講你就明白 所以 言歸正傳 你要要找 用LINE給我講 用LINE給我定義 現在有了 看你要10本 20本 30本 你如果50本 你要免運 50本就免運了 你知道嗎 這個 可以貨到付款 這都要吸收 你如果 差不多50本以上的運費 我都吸收了 大家都互相 好做工作 一種製作很好 你以後走到哪裡 你都會 你如果說 我們對這裏面的法律 你怎麼來 你都很清楚 你需要一本工具書 我未來也會帶這本出門就好了 以後我帶這本出門就好了 我就覺得這樣方便 我如果要做台灣的 國際地獄 最大的一些 算是這個骨子 或是要寫一些法案 我這個法案我也要翻出來 你知道嗎 這就是工具書 你們未來都是我們台灣的代表 台灣的議員 你對台灣最關的法律 你都不知道 我說那是你的問題 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的問題 我們如果要一點點專業 什麼叫專業 你把台灣的法律 都幫你整理好了 當然 我們的動心 你看看我哪裡沒效益 比較重要 我沒效益 但是我中央都寫了 這割定台灣的國際地獄就在這裡 這我都給你寫了 大概啦 那可能還有一兩條 我沒有想到的 你幫我想想 是不是我還有什麼沒有寫到 沒關係 這都會寶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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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都還沒有定下來 我們 這個阿公都討論的 但是我這個上 我跟台灣的國際地獄的法律 我都寫了 我大概都寫進去了 我大概都有寫了 因為這些名字 我都沒有做過研究 所以我當然把他變成法律 我的請求 他是很要緊的 都一定要緊 我也請求 哪裡在要緊 那我也很 我也非常清楚 那那個法律哪裡是 他是要緊的 所以我說 你都要準修法論 我們以前的法論也是法論 我問你 美國憲法是不是我們的法律 是 美國憲法也算我們的法論 美國的權利法案 是不是我們台灣的法律 也算 因為他怕你把你折 所以你等於 美國憲法跟他的權利法案 影響到我們台灣的 這個什麼 台灣醫藥的基本法 跟我們的憲法 你想什麼意思嗎 它是 它是直接影響的 所以你寫台灣的 這個基本法的時候 你就要看美國的憲法 跟他的什麼 跟他的基本法 跟他的權利法案 你看看人家怎麼寫 哪裡是要緊的 你要把 你要把它轉過來 你要轉做 現代更好的法論 你知道嗎 你要逼 你的先輩 你還要更正正 你如果說我跟我說 其實我跟我說 今天美國憲法跟權利法案 在我的眼中 是一個瑕疵品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它寫得不好 你知道嗎 不夠好 因為我看真的寫得不好 但是會殺你 有改正的空間 我們 這是200年已經寫的 拜託 你現在比我更正正了 所以你現在寫的 不會比以前更正正 你要比美國憲法更正正 再來說 我們台日本的憲法 這是我們天皇的法律 天皇政府的法律 我們的帝國政府的法律 當然 後來現在把它兵起來 現在用日本國線 但是它兵起來不是說 沒有去應用到 有去應用到 因為我們的國政 跟我們台灣的所有權 都是在台日本 帝國在天皇的手套 所以你才知道 我們這個憲法 台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他們 應用到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 租款在日本天皇 台灣的所有權 在日本天皇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的帝國憲法 你要知道 天皇在那個時代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擁有什麼管理 所以他今天法律 還給我們帝國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這是他帝國憲法 你後來就是一個 戰友 你後來後 馬卡莎 他說 你現在 你現在 日本又不用 不可以再實施地制了 你要民主化 這個民主化的憲法 就是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日本要民主化 你要人民來當政 所以我們今天 日本來說是一個民政府 人民下去組織的政府 他一定叫民政府 所以他 這個日本國憲法 是民政府的憲法 這是人民的法律 你知道嗎 平民老百姓的這個 這個法律 所以他叫做什麼 叫做民政府 他這個平民憲法 這個平民憲法 就是日本國憲法 這馬卡莎說 我叫日本人平民的角度 我替你們寫日本憲法 來天皇你拿去試試 天皇他前輩嘛 所以他也沒話說 平衡摸話他就講過 講過日本國憲法是試 日本國憲法就是平民憲法 他就是民 民政府的法律 所以我們未來 台灣的基本法 會有一點像日本國憲法 會有一點像日本國憲法 但不一樣 但是這是 這是八十年前寫的 你現在寫的 你寫的你怎麼比我好 你不用寫的 比日本國憲法還差 你什麼意思 這八十年前寫的 現在什麼時代 現在什麼時代 我們現在很進步 所以我們的法律都要 我現在有壓力 現在我是有壓力 我們現在要寫的法律 要變更好 而且要可以用 你看中華民國憲法 寫的都不可以 他都要在那四線 他寫的法律就不可以 他也不適用在台灣 因為那個不接地氣 那是大陸憲法 因為那個 不是我們台灣的憲法 不適用我們 所以他都要在那些什麼 一些解釋 大法官的解釋 他怎麼解釋也有問題 問題多多 那什麼原因 那不接地氣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 是要用在中國大陸的 那不是要用在我們台灣的 所以他用起來就不合 不合身 再來就是 下官條約 台灣的所有權 在我們日本風帝出頭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那是永久讓以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你去看你就知道 我特別有跟他 握黑他 你給他看 所以都把你整理過了 因為我會把這個法律抵議都很要緊 這樣決定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知道嗎 要緊 再來是天皇讓我們這個教書 讓我們變成名 讓我們去參政的教書 讓我們加入帝國議會 讓我們台灣人一個國際 讓我們台灣人能夠參加天皇的會議 叫做帝國會議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的國際是成名 就是這樣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是 華盛頓海 海軍條 這個共的國家跟我們說的 說我們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再來把 我們的日本天皇 對英國和美國有選戰 那如果有選戰 就有戰敗的問題 就裝戰說我們不要再打 還有我們日本司委 有請原主導 我們現在就放一個司委 司委要導航 所以就降伏 那降伏之後 他就 他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同盟軍的最高統帥 他就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叫 政界就來摘領我們台灣和中國 三個問題 結果他們中國就產生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國民黨和政界就來台灣 產生一個中國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去拱到中國的內戰 你知道嗎 我們也真無故 你知道嗎 這什麼人害的 政界就來國民黨 所以這一般命令第一號 我說的是 雖然不是法律 但是他這個命令 要是要害到台灣 我們台灣的錯亂就是 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政界就來摘台灣 你知道嗎 再來第十二 對日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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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會說 對日和平條約很要緊 要決定 台灣建立的國際地位 他說 日本你暫時不要插台灣 但是台灣有什麼人 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軍事政府來處理 因為 美國軍事政府那個時候 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叫政界就來摘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就暫時 把政界就的國民黨 來做摘而已 所以蔣介石的國民黨 論這個法論來說 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祖國 美軍的糟糕 他也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對我都說 他這個中華 他蔣介石的國民黨 要代表全中國 在聯合國卡一個席位 武大參任理事國的席位 人對我 中國人在抗議 說會靠腰 我們中國都沒有代表權 我們中國的代表權 進入一個中華州 流亡在台灣 收到一個流亡政權 你這樣也不對 所以 這個 阿強這邊 就算美國抗議 他就炮擊 他就打韓戰 他還打夜戰 還在我們金門那裡 炮擊 美國示威 你知道嗎 反正 你美國如果走我 我就把你叫我對就對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 每個人都跟美國做反恐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 因為 美國你之前 中華就有這個 土偉的政權 阿強你不爽 阿你把 阿你把我們中國的 代表權都請 我們十幾億的中國人 都沒有代表權 結果 我們中國的代表權 竟然在我們 台灣的中國民國頭上 這樣 這樣有問題 阿我們十億的中國人 沒有代表權 阿結果我們中國的代表權在台灣 你老實這樣 對 你知道嗎 所以就打韓戰 又打夜戰 阿又把金門炮戰 炮擊 跟美國抗議 阿美國如果做什麼 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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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中國的 在聯合國的代表 十一次是 中華就在打的 阿就是因為 一直在抗議之後 像在 尼克森 時代的時候 他就請了 一個人 叫 寄星籍 來跟他們好改 阿人 放棄 中華就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放棄掉 阿 阿 中國 恢復他的代表權 阿 把蔣介石 這個中國代表權 給他打出 因為 中華就這真的是 真的是違法的 我實在是因為 你 中華就 國民黨 你是怎麼代表所有中國人 你這也有問題 因為你那個 有那個比例的問題阿 你那個國民黨才 兩百萬人 人家中國大陸 有十億人耶 你懂什麼意思嗎 你兩百萬人 阿你是要代表十億人的名義 這還是有問題阿 喔 當然 這個國民黨和共產黨 雖然都有問題 以 人數比例來講 真的是有問題的 因為 中國大陸的比例 人幣有比較多嘛 人家有十億人耶 結果他沒代表 他的聯合國沒有席次 這樣也不對阿 你知道嗎 阿 阿 中國的席次 居然在台灣島上的 給那個兩百萬的國民黨 這樣也不對阿 阿 所以這個也是主權問題阿 最後 只好說 阿 阿 阿 這個問題的改革就好了 阿 你說的一些屬於恩 阿 這對我美國也不是要 因為這也不是我美國的事 你那意思嗎 這是中國問題 阿中國問題就不改了 所以他就好像用買賣 這樣阿 用一個利益關係的權衡買賣 這樣阿 就把這件事全都收掉了 阿最後 因為蔣介石的國民黨 那個中華民國 被人家下架了 阿 張介石也死了 這樣台灣的 統治款有問題 因為那時候 搞一般命令地 一般命令地要是搞的 張介石 張介石死了要怎麼辦 這樣我要用台灣關係 也繼續接下去 所以為什麼 蔣介石死了要 如果中華民國共 撤出聯合國 後來他就 馬上把你實施台灣關係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因為 他要 接續台灣的統治權 所以台灣的 統治款的法律 寫在台灣管的法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關係 對台灣的實際上的統治 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看台灣關係 台灣關係 你不能落掉 這樣就在那裡 你不要聽什麼人你說 對我法律的角度來說 法律就是法律 什麼人來講 我們不知道去改法律 美國總統來也一樣 法律就是法律 他在國會這樣聽下去 你就要遵守就對了 不管 我也沒辦法 我也去用責任 我也不願意 不能怎麼辦 我如果說 有一個台灣國 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外來的 因素的干擾 然後我們台灣人 自己寫我們的憲法 我當當的很樂意 你以為我不樂意喔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法律狀況 這樣就這樣子 這個法律都 我們要收的 阿娘 拜託 我今天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是一個碩士班的課程 你只把這個法律 討論 你討論一個碩士 我沒跟你討論 真的是一個碩士班的課程 你不要也很簡單 這樣一條一條 再去理解 再去討論 最好的歷史 都去了解 為什麼 時公佩錢 有哪條法律 你這樣討論 你拿一個這個 你拿一個碩士 沒有問題 你拿一個歷史學的碩士 絕對沒有問題 這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要用一個碩士 阿你如果要處理 到那個所有關鍵部分 你要至少拿大概 一兩個博士 這個我告訴你 我名字也很深 台灣的問題 我告訴你 台灣的問題很深 沒有你各位想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 他不是就有法律的問題 是未來法律的問題 未來法律 要怎麼來聽的問題 因為我告訴你 我等一下就來講 這個對日和平條約 對日和平條約 是一個活動式的條約 他是一個活動式的條約 他是一個活動式的條約 什麼叫活動式 他隨著時空背景在改變 能夠再應用相關性的法 的那個法律 那叫做對日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這個對日本的和平條約 不是太死的 他是太晚的 為什麼他是現在進行事 他會按著現在的時空背景 還會再轉 他的 這個 在美國佔領軍那邊 他還會應用相關的法律出來 你說 他們都帶我們的台灣關係法 在那裡 也是在對日和平條約 那裡 所以說一件事 對日和平條約是外 他還會生一些法律出來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組台灣政府 未來台灣政府的組織法就會出來 他從哪邊出來 他從對日和平條約出來 他從台灣關係法出來的 我們還有一個台灣政府的基本法 就是台灣政府的憲法 你說你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你也是很早前進行法律出來的 這個名字在對日和平條約 在主要占領全國的美國軍事政府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他會跟你生法論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對日和平條約都不消息的 對日和平條約是一個活動條約 他還在進行中的 我問你 對日和平條約為什麼叫日本政府把台灣放棄而已 那放棄之後怎麼做 誰來做 要做什麼 他都不跟你講 他都不跟你講 因為這是一個活動式 他當然不會跟你講 他的建機行事 他如果說法律還要下山 他就來補什麼法律出來 所以這是外 所以我們一些空的 對日和平條約打不下 對日和平條約打不下 他都說這又外 夭壽這又進行式的法律 你知道嗎 我等下帶你各位來看 你不要看 對日和平條約短短的一些字 你實在有夠的嗎 你如果看就說 這個法律不消息 我們一般的法律都有消息 你說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就是 因為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跟我們台灣跟平條約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這樣就嚇死了 你知道嗎 永不反悔 你知道嗎 這法律就close了 你知道嗎 一般的法律是有一個close 是有一個收尾的喔 但是我們的對日和平條 是沒有收尾的喔 你什麼意思 他是活動式的 他還要外的 他如果法律要怎麼下 還不知道 因為還有很多戰爭的 你知道嗎 因為照那個時間 你把平庫說 啊 我們太平洋戰爭打了問題 都還沒解決 啊 這這樣法律要怎麼下 最後 對日和平條約先 給他下活動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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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原則寫下來而已 他把原則寫下來而已 但是後來要怎麼寫 那個要看我們現在的表現啊 看我們現在的表現啊 所以對日和平條約人 講的就近三條約 他是活動式的 他還活著 他沒有收尾 所以我們的最終和平條約 還沒下活 什麼看完 還沒收尾啊 還沒收尾 你聽到沒有 基本上戰爭還要打了耶 反正我們日本跟美國 聯合起來跟中俄 還打一場 打最後一場 人類最後一場 世界大戰耶 你說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誰說不可能的 所以這法律有嚇死 啊你這戰爭打了之後 就近三條約 整個架構來講 可能又會再改變了耶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如果中日 中國跟日本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中日 跟我們 美國跟日本 打了一場 世界大戰之後 是不是有新的條約出來 啊你 舊金山條約 你就說嚇死嘛 你也不行了 有沒有 你那個時候就會有 新的法律要再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 舊金山條約都沒有嚇死 你也管你就在那裡 它是一個活動式的法律 所以我講 你現在 你看到那個法律裡面 你講什麼 那個要義 你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再來講一個 對峙 對峙和平條 因為對峙和平條很要緊 但是我們都一直把它擺成 其實好像不要緊那樣子 但是我對我的了解 這樣是不對的 我給你糾正一個概念 真正決定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整個東亞的 東亞的這個問題的 還是在對峙和平條約 所以我認為對峙和平條約 仍然高於台灣關係吧 它的要緊度 很要緊 比台灣官來比較要緊 但是以實用度來講 對著台灣而言 台灣關係比較要緊 因為它是要處理台灣的 政治問題 知道嗎 所以你要有兩個面向 在看這兩個法律 你如果說到台灣的 內政的問題 你看台灣關係法就好了 你如果剛才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 算是我們的國際定位 你還是要看舊金山條約 就是我們的對峙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 對峙和平條約 因為台灣就是日本 你知道嗎 台灣又水日本 你知道嗎 他那不說 怎麼要來決定 所以人家說台灣地位 未定論 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沒什麼 但是有一個總原則 台灣沒有要交給中國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台灣 由然屬於日本 所以人家說是日本 分離中的領土 日暑美戰 反正就在那裡 所以這有一個總原則 總原則就是日暑美戰 台灣還屬於日本 美國你接領 這就是總原則 這對峙和平條在說 你說 自俗美戰要怎麼來做 他也沒有講死 對不對 他 他也沒說死 也不是說沒說死 他也隨著時空背景 你說我們為什麼 一個控美案出來 為什麼林志生 林子安 台灣民政控美 因為我們這不是死的 你聽到我 他美國對台灣的政權 如果改變的時候 他就一座法就出來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控美案 有沒有 所以我們的控美案 就是說因為遵照 舊金三條的 這個活動式的法律 他又創造一些法律出來 他也遵守台灣關係 他現在美國意思 要做台灣政府 他這個中國民國 要放棄掉 你知道意思嗎 中國民國 他有另外安排 也不一定要放棄掉 他有另外安排 跟我們台灣無關的 因為中華民國 他要離開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哪有一個中國政策 那你說 美國要怎麼執行 一個中國政策 那跟我們無關的 因為我們處理 我們台灣問題 都被他罵了 中國問題 真的無材料處理 中國問題 什麼人去處理 都不好 因為中國人被他罵 他都不想修法 他怎麼會好 今天說這樣 明仔再說 煩氣煩鬥 你說這個國家會好 這個國家絕對不好 那跟他們的祖先走路 這樣想要再打 不然就外族入侵 不然就人民起義 寧願中國不長草 他要解放棄打他打他 你知道意思嗎 那就是主權問題 所以中國人現在 他們最大問題 他們沒要修法 沒要修客 他們沒上帝 他們沒要真理 你知道嗎 自以為是 自我感覺良好 那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說他們會好 他們不會好了 你看中國的歷數來說 你看他三千幾年的歷數 感到好過 都不太好過了 啊你想說他三千年都不好 要驚人就好 唉 你比較聰明 你不能再去 你不能再去 你不能再去愛 你又不能再去愛 愛不對人 你不要想說中國會好 中國是絕對不好的 我告訴你 那是截下法的問題 截下法是要和他癒 截下法是要和他癒 截下法是沒有要和他癒 不是說什麼外傷 你知道嗎 喔 這個 你說你心臟有問題 你去寬一顆心臟就好了 你腎臟有問題 換一顆腎臟就好了 看你老小都現在有辦法了 阿你截下法是要和他 截下法是要和他 截下法是要和他 截下 你就不是你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截下法是沒有要和他癒 你想要那個腦袋壞掉是沒有要醫的 我現在看我們一堆的中國人都打電話 哇,寧願中國不長草,也要只要臺灣島在打電話 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看你老師說這種國家 中華民國是怎麼回到台灣的 中華民國四個議員 台灣兩個議員,你是怎麼回到 中華民國回到法國 中華民國回到韓國 中華民國回到日本 你知道你怎麼收你就收不起來啊 所以那個有問題啊 所以人家說你在絕權獨立的,他就打成組成 這個組權問題 想要把你撥一個中華台北的外地啊 人家絕權獨立的就是這樣啊 所以如果絕權獨立就是主權問題了啦 那中國人就知道怎麼撥過的,很多亂七八 黑白亂下,黑白亂倒,直角倒,蔡多點黑白亂武啊 母親後面就打了他 寧願中國不長草,也要解放台灣島在打他 那什麼?那就是小鬧 所以我們台灣人就接受 接國民黨的賽道就是 共小鬧,你不要打他,你也不知道你什麼人 哇,你也對那些傻的說 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我問你 這是一個事實嗎? 你如果要看事實,你就要看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跟你說的,台灣的屬實 你一定要照法律 你知道嗎?因為這都是國際法 你知道,這裡都是國際法 今天跟你講的這些法律,都是國際法 不是一些阿薩布魯的 這是中華民國,那些詐騙集團 那些小鬧的組織,絕對沒跟你教 你給你看喔 中華民國那些詐騙集團 還把你教美國的憲法 還把你教美國的憲法案 要把你教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要把你教日本國的憲法 要把你教社官條的 有朝鮮跟台灣著名的政治參與造書 他要把你教 華盛頓海軍條約要把你教 對英美兩國宣傳造書 中戰造書,響武文書 同文軍最高統帥一般命令利號 對日本的和平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 台灣關係法 大西洋憲章聯合國憲章萬農軍 這他要把你教 他都不會把你教 他都不會把你教 這我都不會打過 我打過 我打過報仇 我的教育 從來沒有讀過這些東西 對於台灣真相 法律的問題 中華民國這個詐騙集團 餘力不交 我問你 他不會把你教的名字都沒有了 我告訴你 他不會把你教的 電動是真相 他什麼又不會把你教的 這都不會讓你知道 這都真的 這都法論的 這都國際法 這都國際 對台灣的法律定位 都在這裡 結果中華民國不讓你知道 誰的問題 是中華民國有問題 他是詐騙集團 來把你洗腦 你聽不懂 他就是不會讓你知道真的 你說像我這種人 我一定恢復我的主權 什麼叫非我主權 我不會再認賊 做我 真正是那個 那些傻人 那些傻人莫王 你如果都像我這樣說 你差不多回到一半 你全部不會去認賊座庫 你如果不會去認賊座庫 你如果不會去認賊座庫之後 你第二件事說 他講的都嫁 啊什麼是真的 你會像我這樣說真的嗎 啊你如果知道真的 你怎麼說的都嫁 啊所以我這是聰明的 我這回到主權 我這有 我這有相對意地的 我知道我屬非 我知道什麼是對的 跟不對的 我去找真正啊 所以我這就是真正啊 我最後 我要寫一本工具書 我未來要恢復台灣的主權 你怎麼恢復 你說 整天你說什麼 我要恢復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 來我問你 你要怎麼正常 要拿法律出來啊 要討法律啊 討法律啊 討法律就清楚了嘛 那法律都跟你說的是真的 我說 如果所有權 是什麼人一定寫什麼人 沒有人敢亂來 你家的孩子 你敢說 你敢說 寫去 白人家 啊你的孩子 就變白人了 你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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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批土地我一定剩我的了 你公生糗 我如果看你女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講到法律問題 就沒有人敢開玩笑 所有錢問題就沒有人要公生糗 所以我就覺得 台灣的收入款就是什麼 就是租款啦 什麼人的小子 什麼人的土地沒有人 沒有人在黑白色 你放心 直接沒有人敢造假啦 你如果說 美國的土地就是美國的 人像我們說 美國的 這個土地 把他寫成是加拿大的 你敢不敢寫 你敢不敢寫啊 我如果美國人 我會打他 這我混蛋出來 這我去穿拼出來 我要扭別人 你什麼意思啊 所以如果 卡到法律問題 卡到法律問題 就沒有人敢造假 尤其是所有錢 所有錢的問題 是一定都找到的 這屁肚子屬於什麼人的 你懂什麼 法律問題 好 這裡都是法律問題 好 再來我要說 這個 對日和平條的 也告訴你 要找 like 定義 東西已經有了 大概9月底之前會給你們 好 好 我們 今天我們要說 對日本的和平條 這很重要 他還沒寫死 這個法律性沒有寫死 他是活動式 而且是活動的進行式 他現在是活動 他沒寫死 第一 他有一個特色 第一個他是活動式 法律沒有寫死 比如說你台灣未來 國際地位要怎麼決定 要搞什麼人 是要建國 或是要獨立 或是說還要併動 在日本什麼都沒說 你知道嗎 沒跟你寫死 所以說他是活動式的 你知道嗎 他是活動式的 然後第二個 他是進行式 他怕你進行 他這個美國軍事政 四人來說 對日和平條是一個 長期的佔領合約 長期的佔領合約 就是日暑美戰 這些都日本耶 但是我幫你分配佔領 你 他有 這個 主要佔領全國 他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給你規定說 你 你這麼把我分出的 日本領土 你都不要管 你知道嗎 都交給我來管 我主要佔領全國 我幫你處理 因為你前排 你知道嗎 你前排你沒話說嘛 你也說沒話 整期我幫你保護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配合我 你知道嗎 你要配合我美國 配合我美國軍事政府 我幫你恢復你的主權 恢復你相關的權利 這所以說 對日和平條是一個長期的佔領條約 長期的佔領合約 然後第一個 他是活動式的 第二個 他是個進行式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你只要掌握這些原則就好了 你就知道說 死了 很多事情都還沒說 沒有講死啦 他都沒跟你說死 因為他是活動的 既然能夠活動 就沒有講死 你怎麼沒跟你說死 但是他有一些原則 你就要看裡面的原則是什麼 這是對日和平條約 這個特色 他 這裡的領土都屬於日本 這裡日本國政府放棄的領土 是到今天為止 都仍然屬於日本 但是怎麼處理 沒什麼事 也沒有轉讓給任何人 你知道嗎 日本的就是日本的領土 但是他現在沒有要領給人 他還沒說 他要當整個局勢都冷靜下來之後 他才要處理 比如說台灣的問題看的 好像也沒戰爭 他慢慢就補逃 他就出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所以他 他 美國軍事政府在處理他的問題 他也沒在關緊就是這樣 因為這對日和平條約說的 所以你對日和平條約 你來看後面就知道 他是個活動式的 他是個進行式 他也沒在關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這個條約沒有寫死 條約沒什麼死 他既然活動式 你就要看法律 你就要看什麼最關的法律 因為我今天跟他說 對日和平條約 很多東西我只有跟你點到 你要了解 你就要去看最關的法律 跟我之前的演講 其實我之前的演講我都有講過 我也講過這個問題 來對日和平條約 他的生效日是1952年的4月28 由日本國政府 你說的是日本國政府 天皇到現在都沒有說 他是日本國政府在簽的 擁有所有日本領土的天皇 到今天都沒有講話 他都沒有說 他都沒有說 他什麼看原因 天皇說話的時候 就是要決定了 你知道嗎 天皇到現在都沒有說話的時候 就是說 他還要把你判掉 他要讓你去告 說好之後 確定說這都沒有問題了之後 天皇就會哭音了 天皇都不會哭的 天皇都不會說的 天皇不會隨便亂講話的 天皇一定等大局就定的時候 都拚下去的時候 你們人民的事情都說好之後 再靠去就贏了 天皇說我難聽 他就是一個橡皮圖章而已 但是他也不隨便蓋章的 你看他的意思嗎 你不要親手把你當的 中央你都說好了 這個世界都太平了 好嗎 沒什麼事情 你們大家都聽好了 我沒意見了 大家差不多是這樣 他就應該把你當的 好 你就叫這樣來做 天皇是跟他生命一樣的 他不在插人間的事情 但是他是最後的仲裁者 你像我你如果說好 就把你扣一下 你去管 天皇就是這樣 自國以來 天皇不在管事情 天皇是擁有所有款 沒有不對 但是你說他有在管嗎 各位 日本今天這麼久 他的國家很長的原因 就是他的所有錢 跟經營錢是分開的 他所有款的人 他絕對不去問經營款的事情 是經營款的人 他絕對不去問 這個所有款 你知道嗎 這樣才能夠付寶 這不會說兩個都下他去 你知道嗎 那一個下他 另外一個又有求 他說我就換人就好了 你經營錢有問題 我就把你換掉 怎麼換 由你們人民下去講 你如果說好 我說換就換 天皇我也沒意見了 反正換什麼人 都做 你知道嗎 都愛做 你知道嗎 我沒差 天皇 天皇 足夠以來 就是 這樣 你如果要做 你去做 什麼人 跟我做 也是做 你知道嗎 我沒差 所以天皇 天皇 按照歷史來講 通常沒有跳下去經營 因為 我們往往來說 我們的 我們的經營如果 產生問題 所有者要負連帶責任 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 做的都會 整個都 全都刮刮 整個都別條 所以日本都跟先進 他的經營錢 跟所有錢分開 經營錢產生問題 換經營者就好了 所有權責任 什麼人都沒有啊 因為他不負連帶責任 你說 你如果要經營 那個經營之後不然 總經理換人 我就換總經理就好了嗎 我董事長還是董事長啊 所以 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離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看 日本2000年 他沒有換過天皇 他沒有外來的天皇 天皇都贏島的人 你說 天皇是 什麼人 什麼人剩贏島的 什麼人 天皇的國座都沒有換過 也叫做萬事一夕啊 啊 如果說中國的奉帝 不知道換到什麼人 都不知道 這不是這家 漢人啊 有時候兇人啊 什麼樣的 亂七八糟都去做中國奉帝 連 日本的奉帝 反正人間去做中國奉帝 都有可能啊 所以他們的都亂七八糟 他們的不知道 萬事一夕啊 齁 你如果中國這個國家都很亂 你不知道什麼人 要去做中國奉帝 人人有機會 各個沒有把握 大家人民也想說 他都做奉帝 齁 中國人民 大家也要做奉帝 齁 齁 啊所以這個 日本就是這樣啦 齁 他的精英權 跟所有權是分離的 齁 啊所以才會產生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對日和平條約 天皇所有權者 到今天都還沒講話 因為我對日本的歷書 這個政治 我是研究很深的 我是最有了解的 當天皇太平了約 你們大家說好了解 你那個幕府大將軍 來 我就激頂你 你知道嗎 你最好也會來找我 你也去找天皇 你如果按照日本的法例來說 你就了解說 天皇太平了約 你要去找天皇 天皇就給你 靠一個音樂給你去管 你知道嗎 啊你如果人工關掉不好的時候 就改條換到 你的下一代什麼人 你就去找天皇 你還要來靠一個音樂 你繼續去管 你知道嗎 經營權跟所有權分離 我天皇 以外是天皇 萬事一世 你知道嗎 你經營權 你要怎麼變動 人民要怎麼變動 你換嘛 反正什麼人做 他也是做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哪有差 要換人做而已 你做得不好就換人啊 他跟選舉就有點像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是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要改朝換代很難 但是你改朝換代 你永遠要去找天皇 天皇也是我給你靠一個音樂 你知道嗎 給你去管 什麼人做都做 你知道嗎 我沒差 你知道嗎 所以 日本天皇在日本的日書頭上 都掛一個名字而已 你如果天皇 把統一起來之後 你就找天皇愛秀館 天皇就把這個所有款的合法名分 靠給你 讓你去做 讓你去傳承 讓你去世代交替 你時間到五百年 六百年之後 你像德川幕府 統一日本之後 要經過四百年 他後面也是都台 他經過三百幾年了 他最後他還是 他還是被換掉 天皇就自己再去灌 灌灌了之後 現在天皇又 現在天皇又 沖水味了 他又沖起來了 他又回到以前的天皇 你知道嗎 以前的天皇就是我擁有收款 他經營款 他都沒差 他就跟他裁在紅街頭上 他就所有錢跟經營錢都分離了 你可能比較不知道這個 你讀日本的立書 你就知道 日本這個國家為什麼 會用兩千年 你知道嗎 沒改條 原因就是說 他這個經營錢跟所有錢 一直都分離了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對日和平條約的問題 都是經營權的問題 不卡射所有錢 因為這裡都還屬於天皇的領土 都還屬於日本 因為天皇就是日本 你知道嗎 天皇就是日本 人家萬事一世的 今天所有的日本人會怕怕順順 大家都跟天皇 因為他們萬事一世 大家也都是天皇的怕順順 世代天皇的怕順順 今天我沒騙 今天日本人所有的血脈都去打順順 天皇是他們的開機關做的 你知道嗎 人家都說好了 所以為什麼天皇出來說話 日本人都不敢說話 那是人家的開機關做啊 人家萬事一世的啊 他說我皇帝沒有換的 但是人家的怕順順 都去做日本國國國國民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人家跟陳吉將 現在孩子生得多 天皇生得多 就跟孩子降落做國民 降落降落 那就是陳敏將做國民 你知道嗎 他叫做陳吉降下 你看看 日本的皇室 我怕他要脫離皇吉 有沒有 他就做國民了 你知道意思嗎 他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 他們那個小小代 天皇 一百跟二十五代 現在傳到一百二十五代 那 現在所有的日本人 我跟他說 我這樣看下去 怕順順 那大家人都跟天皇有說 那是血脈的關係 這是經的跟風的而已 所以 為什麼日本國國民都要聽天皇的 那就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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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們的開機關做啊 那就是日本 那就是日本 所以你日本如果把天皇 整個都拿掉 日本就多了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那是他的歷史 今天日本人 他所有的血脈 他的那個歷史 都跟天皇是連結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天皇都不要插事情 天皇都給你去插 都給你去灌 那你如果灌到不好 就這個 這個換做這個而已 我哪有差 對我天皇來說 我沒差啊 這都我的血脈啊 這都我的脈 我哪有差 我只要有自己人做就好了 來啦我問你啦 你若是當 你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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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老爺來講啦 你還有 給你的大 給你的大 給你的大小孩 這個灌 也是灌 給你第二的好心 就是灌 給你第三的好心 就是灌 也是灌 這都我的肩脈 哪有什麼差啊 你知道意思嗎 我告訴什麼人 都我的肩脈 他也不給我翻倍了 你知道意思嗎 那這樣就好了嗎 哪有什麼差啊 沒有差啊 他天皇就說 我告訴什麼人 我都很放心 這不會背骨 你知道嗎 這都我的人 從他要黑白亂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也不敢黑白亂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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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人的制度 所以這叫做萬事一系 你都要 你都要了解這個 所以 日本這個國家 是全世界來的 這個勝出團結的 什麼樣的 他都沒有出來了 你看 日本裡面 產生什麼 什麼 什麼叛軍 跟叛徒沒有 日本這個國家 不會產生叛軍 什麼原因 因為血脈都相連 那有 整個世代的歷史 那不是你想這樣 哇 你以為你想要背叛 就背叛了 你不是背叛 你是背叛整個日本 你是背叛我們這個大家族 你是背叛我們這個大家族 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人在 日本這個國家 那裡面沒有人要說什麼 什麼背叛的 很少啦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要做翻 他要做翻背的事情 是很少的 當然要看事情 但是你要說 叫他翻背他的國家去 翻對天皇 他們比較不會這樣 為什麼他們有歷史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畢竟是一個 兩千年的 古老國家 很苦惱的 有兩千幾年了 那你如果說 美國這個國家 在200年 兩三百年 在憲哥現在 我看那些人都來來去去的 所以他們產生那種 所謂的那種叛軍很多啊 那不然 他們的 立宿跟人種沒有固定的啦 他是流 他那個 他是流動的 他沒有一個 他沒有一個社會的制約 所以 美國這個國家 有一點混亂有沒有 會產生背叛的事情很多 管理就在這裡 那你如果日本這種國家 你知道嗎 他們不會背叛 他們是 人他們都比較中心 你知道嗎 但是當一個日本人 壓力也很大 除了你自己的壓力 還有社會的 那個什麼 那個整個 那種族群的惡靈 因為他們是一個大家庭 你知道意思嗎 現在 1.2億的 那個日本人 他們是一個家庭 你們怎麼說 他們是萬事一宿的 你們人都沒有了解 因為你們對這個相關的律師 你們沒有了解 那真正是一個大家庭 所以 日本人就團結 天龍說話 建軍幾個都充滿 你們就在那裡 他們不會去做翻譯的 日本人這樣有判軍 我實在說 如果拿美國 拿中國 這些都判軍 很容易出判軍什麼原因 因為他們的沒有歷史 他們的全都外來人 黑白 默默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大家立場 立宿 家庭 都沒有牽連 都沒有牽連 所以要產生 容易產生判軍 被判就被判 我也沒什麼成本 所以你知道 什麼意思嗎 所以中國跟美國 有一個文化上的問題 很容易產生判軍 很高判判軍 所以你看我們裡面 很多判軍 在美軍裡面 也有很多判軍 萬一就在那裡 那都一樣 因為那位 立宿的堅固 所以你要知道 對日和平條約裡面 在講很多 其實很多是 跟歷史也有關係 跟種族 跟他的文化 全部都有關係 所以你也是要去 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日本這個國家 就不一樣 他的所有權 一律在天王那裡 經營權 都在政府這一邊 經營權 都在政府這邊 那你如果經營權 說好就好了 天王都幫你割營了 反正 只要搞我的人 什麼人灌 全部都是灌 都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 加入 這個 日本來說 是比較安穩的 但這個壓力很大 你的壓力會很大 為什麼你的 這個族群的壓力 因為你是個大家庭 你今天 你今天做的事情 不是為你做的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想到 你的家庭內部的問題 你如果想到 你們這大兄弟兄 什麼三兄弟兄 哇 這些是理貴的 不是說你要做就做 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你要考慮到 欸欸欸 你們兄弟姊妹之間的厲害關係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大家庭 大家庭有他的好 也有他的壞 你知道嗎 好就是很團結 你還不敢做翻筆 你說翻筆拎刀 你有什麼意思 你換你拎刀 結果你翻筆拎刀 你講我學 講我壞了 就只有害你自己而已 所以沒有人要做 反判的事情 在大家庭 要做翻筆很困難 這個 這個是有他的好處 要做背叛很難 因為你要放棄的東西太多了 你也不一定放得掉 這是第一點 所以大家庭有他的好 那你有沒有他的壞 有 也有他的壞 萬一 萬一 萬一如果大家做的都不對 以前靠腰你也整個都拐下去 那你也不能說你不要啦 你就要衝啊 所以你給你看喔 在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的人挑戰反對說 絕對不用跟美國 那個開戰 不行 什麼人呢 最有名的人叫做三本五十六 他說絕對不能跟美國開戰 開戰我們輸的啦 我們沒有那個壁頭輸的啦 我們的突擊珍珠港那個主謀啊 三本五十六人 人家是公開講的 不要跟美國開戰 因為我們沒有贏民 輸的啦 所以說輸的 結果你知道嗎 他跟他說是月而已 他就叫做暗閃了 他是沒有死而已 但是叫做暗閃幾個件 但是最後 因為壓力很大 每個人都要開戰的時候 整個家庭都拐下去了 三本五十六都拼得沒人嘛 對啊 唇仔帶的 那有整個非人家帶的 去把真主給他撞 韓國武漢開的撞 什麼樣的原因 他是最反戰的耶 但是一旦整個家庭 決定說 美國國內的時候 他也義無反顧啊 他說我來支揮 他也把他撞下去了 他的反差怎麼那麼大 你不是反戰了嗎 那你為什麼 最後 要去突擊珍珠港的時候 你來帶隊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因為他最了解 沒辦法他要顧他國家的利益 我反對是我個人的利益 因為 我知道我輸的 我 照這個屬實來講我輸的 但是 我這個國家 如果決定要開戰的時候 這是我國家的利益 我無尊心也沒辦法 偏要摸 他也要 你也要拖著走 所以他也很不願意啊 他不願意跟美國開戰 真的啊 三本五十六都不願意 他知道會輸啊 但是 他的國家 如果決定 那家庭如果決定要戰爭的時候 他也拖著 我說你啊 所以大家庭有沒有好有沒有壞 有 有他的好也有他的壞 他 一旦決策錯誤的時候 你不管你是管他 也無管他 都拖著 真的啊 他也不願意開戰這個 開戰前 他說多少 都叫晚上的 都叫開槍的 對啊 他也不願意啊 他是最不願意突擊珍珠 他最不願意跟美國開槍的 但是 他一旦開戰的時候 他也拖著 好不好 因為他了解嘛 他很了解啊 他怎麼不了解 他就是了解 才出來反對 說不可以戰 但是那些傭的 你知道嗎 那些軍國主義 就一直要戰 寧願中國不長草 跟那個小粉紅一模一樣 就要衝啦 衝啦 愛國啦 拚啦 拚啦 拚的結果是什麼 這就是 這就是小粉紅 今天會簽對日和平條的 這就是 人家說的 這個 日本的小粉紅 整天要開戰 要什麼樣的 他們中國要不長草 他也要什麼樣的解放美國 你都一樣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根本的不知天高地好 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說 對吧 所以 以前就是 日本的小粉紅 這個 最後變成這樣 叫做 關主炸 想要對日和平條的出來 所以我說 你做人的事情 不可以用感情啦 你要看屬性啦 那明明就打不贏啊 三分五十六 才不知道 他說我們日本跟 美國的國力一比十 我們要怎麼贏 我們有贏的可能 他知道說 當天打了 他打超過兩年 我們就輸了 剛才都跟他說一樣的 第一年贏 第二年就輸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評估是對的啊 他說美國的私益很強 不要跟他對抗 為什麼他三分五十六萬 做過美國的武官 他 他 他有被 派到 美國那邊去當武官 好像做了兩年 三年 他有跟 美國所有 那個軍工產業 做過考察 他說 美國這個國家很強 不能跟他開閃 因為人家有看過嘛 啊你那小粉紅 看過了 你知道什麼小 整天跟他要開戰 啊這就是 開戰之後的狀況 最後的結局 就是對這邊的 對這邊的條約 所以 不能說啊 整天用感情的啦 你要看屬性啦 事實長什麼樣子 你要 你要像現實低頭啦 你什麼意思喔 他就長這樣子啊 這個跟 美國開戰之後 就是這個啊 對這邊的條約 現在你看看 這樣不改 不改了 你知道嗎 欸 這是慢慢 慢慢長葉 這很長耶 你看對這邊的條約 你看 中間就那個 頭尾 跟我們台灣 跟我們台灣 跟我們台灣講 啊這跟對質的問題也有關係 因為 日本國政府一定 跟我們台灣你知道嗎 對 彈的 一定放棄 先放棄 齁 他放棄 他放棄 你又漂亮日本沒有不對 但是你不能去管 啊 把你台灣到什麼人管 把你 中間一個幫 討人家去管 夭壽啊 你就很困難了 啊這就是對質好民調的 所以我們台灣也叫對質好民調的 海中耶 他叫日本國政府不要給我們管 啊 把他一匹討人家管 你什麼意思喔 啊你就很困難了 你什麼意思喔 這就是對質好民調的 所以你說對質好民調的 有影響到台灣 當然也有 啊不然我怕他要講 不然你怕你很困難 反正就在這裡 齁 所以這就是 你知道齁 人家說的齁 不要你黑白說話 黑白是用黑白做 你後面你就刪定這些問題 所以做事情都要做冷靜的啦 不可以感情用事啦 不可以用感情啦 不可以用感情啦 因為你要注重的是什麼 法理 然後還有事實 的根據 你做事情要靠屬性 啊你要靠法理 啊這是很困難 不可以感情 因為感情我看 翁翁去 都去害人的啦 我們人的失敗就是 這人都用感情去做事情啦 喔你感覺對的就衝 可是我問你 感覺是 欸欸 他是在幫你還是害你的 感覺通常是在害你的啦 感覺都不準啦 我如果感覺啦 如果大家都做王英勁啦 你知道嗎 大家都比爾蓋茲啦 可見感情一點都不可靠 你還是要尊重什麼事實跟法理 事實跟法理我覺得還是最要緊 你要掌握那個事實 你要掌握那個法理 真相 你知道意思嗎 你照真相下去做 最後成功就是你的 所以我告訴你 各位你們尊守法理 成功一定是我們的 什麼看法理 我們是掌握事實 掌握法理的 掌握真理的 掌握真相的 你知道意思嗎 最後成功就屬於我們 那為什麼 嘿 因為我們遵守法理 遵守事實 我們不是感情用事 你說什麼台灣啊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就是感情用事 那種感情耶 那個小粉紅就是這樣 全部都感情 哇 什麼樣的 寧願中國不長潮啊 也要解放台灣島啊 反攻大陸啊 解救大陸 苦難同胞啊 全部都是什麼 靠河 都煽動你的感情耶 你知道嗎 那完全都不用做事情啦 做事情以外 也是要靠法理 靠屬性 靠真相來做事情 啊 不然你就要簽這個 對峙合謙條 這個對峙合謙條 你說的是 哼 這是死幾千萬人了 要說 聽來一條法律 啊 他裡面要說什麼 這是我今天要說的 其實我已經跟你說了 第一 對峙合謙條的第一 它是個活動式的 第二個 它是個進行式 啊 啊 他未來 要我們來做 決定的是未來的事情 好像說 我們現在要做台灣政府 實在來說 也是在對峙合謙條裡面出來的 跟我們的台灣關係法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裡有我們的抗美案 我們的抗美案的意思就是 要跟你做台灣政府 所以說 這都活動式的 你聽我說的意思 啊也在進行 有沒有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跟你亂講 我沒有 我講的都是實話 都是法律跟我講的 我今天就跟你 證明裡面的兩點就好了 第一個 它是不是活動式的 第二個 它是不是進行式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就知道 對峙合謙條有要緊嗎 那些空的 對峙合謙條都抗沒有 因為他沒有 他 因為他沒有掌握到 對峙合謙條的靈魂 你知道嗎 那個魂 那個靈 他沒有掌握到 到底他的要害在哪裡 我的要害 我跟你講 你要掌握到兩點 第一個 它是活動式 他要怎麼做 他的做法是誰 他沒什麼事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活動 他是活動 他是可以拆解的 你知道嗎 他是可以拆解的 他也可以拆解的 你知道嗎 他叫做活動式 你知道嗎 然後他也可以變形 他也幫你捏 跟黏土一樣 看你捏什麼形狀 他都可以捏 所以他都活動式 都沒什麼事 你知道嗎 第一 他活動式 第二個他進行式 今天他怎麼 看人在海外 看人在漏菜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個進行式 他還在進行 他會看狀況 如果你說這個要變的時候 那個法律 他會製造一條法律出來 然後他下去 做一個執行 這次法律他會改變 我跟你說 所以說這都是進行式 和活動式 你只要掌握到這兩個重點 你就知道 對這個沒什麼 你說什麼 說簡單的 美國軍事政府 有決定 有決定我們日本未來的管理 給你發白 他在決定的 他都活動的 他都進行式的 你有什麼意思 這這樣子很簡單 其實也不困難 你掌握到他的靈魂 掌握他的精髓 你知道他發出你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我們先來看他的前年 建於同盟軍和日本國政府決定 今後他們的關係 應是如下國家的關係 所以他說 一定變成國家的關係 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 這些國家應以友好聯盟合作 以增進其共同福利 並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因此希望締結和平條約 以解決 仍然懸而未決 國家彼此之間存在的戰爭問題 他在說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條約 簽下的政後都在戰爭 那時候你打韓戰 韓戰打完之後就接什麼 接這個823炮戰 823炮戰打完之後 沒多久還要打他的戰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還有一個阿富汗戰爭 我說那整個中央還在打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還有什麼 以色列那個時候有什麼 可能 這個 第一次的 這個什麼 中東戰爭 第二次中東戰爭 第三次中東戰 全世界打到 我告訴你 全部都其實全部都在打仗 阿料一在 歐洲那邊的巴爾幹半島 在南斯拉夫那邊 那邊也在打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所以 那個戰爭的時候 雖然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停下來 但是我說停下來 戰爭沒有結束 一直在打 在打的時候 都圍繞兩個國家 中國跟蘇聯 蘇聯跟中國邊 他們都在做擴張 擴張之後就產生戰爭 所以這些國家 這個蘇聯跟這個 中國的邊 都在產生戰爭 都一直沒有停 戰火都一直沒有停 都一直在打 你知道什麼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戰爭都一直沒有停 你要掌握到一個那個原則 究竟我們條A 對這個民調的簽 那時候戰爭沒有停 繼續打 所以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我們的法律能夠寫定嗎 會用跟聲音聽下來 沒辦法 所以變成說 我們活動式 變成活動式 變成活動式 就對了 你要掌握到他的原則 就對了 然後他只解決一個問題 他說彼此之間存在的戰爭問題 他主要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不要再戰爭來解決問題 這樣而已 他就只有這樣子一條話 對日和民調會說 我們不要用戰爭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戰爭不要打 我們不要打 這可以用法律來解決問題 這是他的總原則 你要抓到 對日和民調會跟他說一條問題 我們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你這日本的領土的問題先封存 用兵起來 我叫你不能插 你現在身邊插你都放了 阿教我 主要在你全國 美國我來處理 因為我打贏 是我幫你打贏 所以我說 我有講話的權利 阿村的那也不敢跟你介紹 所以你日本的領土完整 由我美國來幫你處理 所以說 這個對日和平條約 對日本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保護條約 保護 日本戰爭要 他的整個領土 不敢這樣 整個都牽著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仍然維護他的領土完整 如果是叫日本你先討好 你才有爭議的領土都交給我 交給我美軍來處理 我主要 主要佔領全國 我是盟軍的統帥 我老大 你知道意思嗎 他如果要替你聽你的領土相關的問題 你要問 你要問過我美國 你知道意思嗎 我美國不同意 你日本的領土 你也不會損失 日本聽聽說 好啊 沒有跟你合作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日本國政府要跟美國政府簽這個對日和平條約 因為這個對日本來講 其實長期來看 是個有利的條約 長期來看 是一個很優 對日本來講 是不錯的條約 但是在那 第一期間 他的孫子看起來很大 但是長期間來看 對他來講 沒有比較不好 但是他先簽隊這邊聽說 要解決一個問題 建政的問題 他說你這建立 日本所有的領土 要來處理 他說沒有就一句話 不要用建政來解決 你日本這些正義的領土 你先放下 交給我主要占領全國 我美軍我幫你處理 但是你的領土 我美國不會把你打拼到的 你放心 沒有經過你和我的同意 你的領土 你知道意思嗎 不會被改變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對 對日本和平條約來講的 你知道意思嗎 就這樣而已 他是一個活動式 他是一個進行式 他怕他進行 你就掌握到對著和平條約 裡面你講 他說不要用建政來解決我問題 我問你不要用建政來解決我問題 問題要不要看你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來念一次 因此希望締結和平條約 這些疑解決仍然懸惡未決 國家彼此之間存在的戰爭問題 有沒有 你要掌握到這個問題 我們不要用建政來解決我問題 有話就用說 比如說台灣要建國 條線要建國 兩行要統一 這都不要用建政來解決 用說的就好了 能談就談 如果不得已 戰爭是最後的手段 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說不要用建政來解決我問題 這個是一個原則 所以他叫做和平條約 你先掌握到他在講什麼 再來再往下 建議日本國政府方面宣布有意申請加入聯合國 並在任何情況下均符合順令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努力實現世界人權宣言的目標 尋求日本國境內創造穩定和福祉的狀態 如同聯合國憲章第55條和第56條所定義 和已經開始投降後的日本國立法所倡導 以及在公共和私人貿易與商業中符合順令國際公正的公平慣例 他說你這個日本要給你的主權要遵守國際慣例 遵守國際慣例 還有包括聯合國憲章 建議同盟軍歡迎 前款所述日本國政府的意象 因此同盟軍和日本國政府已經決定締結本和平條約 並據此任命的簽字的權權代表 權權代表以良善和正當的方式已經同意了以下條款 這樣就掌握到了他的原則 第一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要用國際法來解決問題 基本上他裡面已經對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了 不要用戰爭來解決 第二個用國際條約來解決問題 第一章和平第一條 日本國政府與各同盟軍之間的國家戰爭狀態中止 日本條約第23條規定在日本國政府與有關同盟軍之間生效日期 他說我們所謂日本的時候 全世界不管都在高戰 他說日本的戰爭都先停 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戰火都終止 那叫做終戰 所以日本聽說我們終戰 我們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因為戰爭沒有解決問題 他也知道 我們是都不要怕 有爭議的領土現在都不要說 所以我日本的不管都先放 先終止戰爭再講 先終止戰爭再來談問題 到底要什麼樣的歸屬 那以後再來講 那以後的問題 先終止戰爭再講 但是輸於我日本的領土 你才輸於我日本的 那也叫美國贊贏 所以今天日本的土地 如果要轉帳 你要問過日本跟美國 你同時要問過兩個 那兩個都跟你同意 你說你要黑白做沒辦法 那兩個國家在給你看 也不是說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了 他有相關的法律要去遵守 對我今天講的這個 你那些法律你都去看 因為我說 你如果要殺上官的話 就因為日本國政府 我們的母國和天皇不會看 那你美國現在人不會看 那主要贊贏我不會看 所以你要過什麼法案 通過什麼法律 人不會看 他一定會給你看的 所以我講的事情 你這一定要透明公開 你要透明公開 你要透明公開 你要經過別人的檢定的過 遵守法律 你只要遵守法律下的 他也不敢幫你反對 因為你是遵守法律 他要怎麼幫你反對 他就反對不來 他要把你反對 他看人家都遵守法律寫的 不然要怎麼 他憑什麼 因為他如果反對就是違反法律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我們再講一個 他說國家戰戰爭狀態中止 他說戰爭停下來 但是 戰爭的問題要解決 沒有 我說 戰爭是中止的 但是戰爭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沒有 如果有解決也不用簽這個對峙和平條約 如果有解決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可路子 它是個封閉結 來講也不用再簽對峙和平條約 你說最終和平條約就好了 但是他沒有了 他只說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但是問題要解決還沒有 所以你說 你看看 這個對峙和平條約只剩一半而已 所以我說 他 不是最終和平條約 他是說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那你說問題解決還沒有 還沒有 就這樣子 所以我說 就會產生我們 後面要講的一些問題 他都活動式 他都沒嚇死 但是他沒嚇死 沒問題 他有一個環境 你都不要去曲解 我現在最怕你都 哇 日本人放棄了 所以都我的 跟土耳一樣 我們日本放棄的是說 我現在先下 我先不去插 但是又我會的 但是又美軍在沾 那叫做日暑美戰 那也不是說什麼人的 都還沒說 你聽說 日本跟美國都還沒說 人家是一個主要佔領全國 啊一個 這個領土還須於日本的 所以說 你台灣的問題 不是你台灣人說的 你日本跟美國跟你同意 你這樣可以做的 所以你看 你看看人家明年三月有 要把你成立一個 日本跟美國的統合司令部 就是要處理台灣問題 處理這些建築這些問題 這都要日本跟美國同意 聽到嗎 你要插隊 對峙和平調 你要討論 你就知道 台灣的問題 不是跟人家問你 所有的台灣 你這也不是台灣人 你現在都拿中 我民國的國籍 你都中國人 你怎麼證明你台灣人 你如果沒有回覆日本成名 你就不是台灣人 按法律來講 法律你那日本天皇的人 你如果是日本天皇的人 你這裡有那個主張 說你台灣要怎樣 你用主張你跟日本跟美國說 欸 啊你去老大 兄弟 你兩個兄弟 欸 欸啊我現在我台灣人 我有什麼意見 啊你怎麼證明你台灣人 你日本天皇的人 你這裡是台灣人 今天台灣又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所以是日本的呢 啊你如果不是日本天皇的人 你就不屬於日本了呢 啊你是要按照對日 和平條去講 你台灣人的主張 你要主張一個小 胡說八道 你現在就要符合對日 和平條來講 你要屬於日本的呢 啊你現在要屬於日本 我皇民啊 我日本成名啊 那天皇給我教書呢 你說什麼 天皇的教書是什麼法 天皇如果說你 是你就是 因為這日本領土 這下官條的規定 我就沒辦法 這都法律規定的 台灣這篇領土 你不管你萬年 不萬年 今天要屬於天皇的啦 啊你 你如果屬於台灣 如果屬於天皇的 啊你的國籍要 日本成名 啊你這怎麼說話 你這怎麼代表台灣 這片土地 日本的聲明去 向 我們的 這個無國 日本國政府 跟 美國去做你的主張 知道嗎 所以你一定要回憶你的國籍 你才能指定台灣的國鐵地位 啦 比如說你台灣 我現在要建的 台灣政府未來 我要建台灣國 你如果沒有恢復日本成名 你不用做 你相信我說的 你萬年也這樣 沒有萬年也這樣 因為這法律規定的 他法律就是嚇死的 你知道嗎 你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的 什麼人的 什麼人的 這法律規定的 他法律如果說你是就是 說你不是就不是 你萬年也好 不萬年也好 他就生成這樣 所以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一個人說 我要來 主張台灣的 國鐵地位 你放屁了啦 你如果想要 變成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在那叫 啊後來出你 就變中華台北 你知道嗎 在那邊鬼打牆 你後來自己說 你在那邊 自言其說都沒有用 無效就是無效 為什麼你也不是法律 你那是感情 所以說你如果感情 用事 你最後就會成為 中華台北 你都用感情 不然要用法律 啊你用法律 你就要來美軍這裡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才遵守法律 你照法律來做 你才會揮你台灣的主權 你台灣才會 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你要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 遵守法律 村內都是屁啦 只要你講話多 你如果沒準 手法律沒效 這法律就是我今天說的 這都法律 有沒有 你看對日和平聽話 有沒有 我說你這個讀完 是一個碩士班的學程 我今天沒跟你亂講 我跟你說 這是 這是裡面都 全部都眉眉角角的 你就只有這條就好了 國家戰爭狀態宗旨 你要怎麼改水 你跟你說什麼 不要用建進來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 沒有 你不要以為這樣很簡單 所以說你不能歐白相 不能你想不對 你就會害怕 這都是主權問題 所以你的思想要很小心 你也歐白相 你知道嗎 你想要想得對 你知道嗎 你做人要正經 你要遵守法律 你知道嗎 法律有跟你說 做法律 你就做法律 所以你就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有一個限度 你像他在習慣 我們這習慣的 你從這法律說 法律有一個限度 他說你只能做到這裡而已 你只能做到這裡而已 他就跟你說 國家戰爭狀態宗旨 就宗旨了 他的意思說 不要讓建進來解決問題 但是問題要解決 沒有 但是我的說法就對了 因為我是照法律說 因為法律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 再來 第二條 日本國就開始做放棄了 日本國政府承認朝鮮獨立 他生成朝鮮的獨立 放棄對朝鮮的所有權利 抬頭 尊鎖 包含紀州島 紀雲島 與伊林島 他說我生成朝鮮的獨立 你 我不要給你管 但是你還要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你在我日本還在分起來 你最後的地位 你要分日本和美國給你統一 你這完全的 這個所謂的主權獨立 你這兩行你是去統一 這未來的事情 所以說你看這都是暗黑的 他為什麼要把你規定說 你朝鮮和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什麼樣的原因 萬一你條線還發動戰爭的時候 我日本都派兵去幫你幫忙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他說這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我戰了我日本還沒處理好的問題 我把你留一條尾尾尾在那裡 萬一你如果要建進我派兵去 我把你處理了 我甚至用派兵用美資安保的價格 還給你兩行統一 你如果知道不可能 所以說一天哪一天 發動沒什麼事 那未你都黏住在那裡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說這個有可能爆發世界大戰有沒有 我你就在那裡看到有啊 未你都 欸 條線跟日本國政府兩個都堪住了 什麼看來的 你在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戰爭是在日本裡面奔開的領土 他還沒說 說 最好要我們來 最好要我們來 最好要我們來決定的 他是說 新年他的 獨立這樣而已 你獨立那裡想我的問題 之後他還要 他還要跟日本火力中的領土 日本這樣奔開的 他最後還沒他拚來 你聽不懂 然後你 朝鮮也沒有統一啊 現在兩 你什麼 你現在兩朝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了 有沒有 所以我說 日本跟美國都留了一個 那個尾巴 在哪裡 在對峙合併條件裡面 他都說這是對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在日本裡面把你分開 你還蠻日本的喔 不管你獨立建國什麼樣的 你都跟日本還有關係的喔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對峙合併裡面在說的啊 他都叫做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所以為什麼 日本好像只是放去一半而已 這樣而已 好像另外一半好像 欸 好像又把你撈掉 沒有不對 啊而且天皇還沒說話 天皇也沒說 摑一個嬰兒說 你朝鮮獨立 我把你申請都沒說 沒有 他都叫他下面的經理 日本國去簽這樣而已 天皇還沒簽耶 你知道嗎 這藥還都在那裡 所以我說 為什麼留了一個尾巴 有沒有 那尾巴都把你撈掉的耶 所以日本跟 這個美國 是來講 阿哥你什麼 阿哥你管理條線的耶 你知道意思嗎 潛在還在管理的耶 阿不然 講到這裡 我們不知道你聽有 阿 就是萬人 如果條線發動建政的時候 不管是這個 這個 南北安統一之戰 還是什麼世界大戰 東 東北安大戰 日本跟美國都按這條法律 派兵領域 幫你發白 就這樣這麼簡單 為什麼留一條尾巴 因為那時候 你簽這個條線 阿哥你 阿他還在打韓戰耶 他還等你打 差不多要結束了 這個條線簽下去的時候 韓戰就快要結束了 你知道意思嗎 阿他為什麼簽這個條線 阿為什麼要這樣簽 阿為什麼要這樣簽 阿那也有 歷史的堅果 阿他就說 讓你們 讓你們條線去哪裡 我不去插 你懂什麼 我前期不去插 阿到 美國下去插 阿這個 馬卡紗在派兵入 有沒有 在韓川 在什麼 在韓川登陸 登陸後 他要反攻 有嗎 阿這都跟對日俄兵條有關的 阿這都是日本分離中 日本裡面 本村的娘頭 跟美國軍事政府 來接娘和管理 人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你懂嗎 就非常簡單 所以我說 我們未來如果兩韓的統一問題 或是東北亞的世界大戰 日本跟美國 都會派兵入 就按照這條 他說 你這個朝鮮 有了 這個 這個什麼 日本的那個 殘存利益 我日本在這裡還有一些利益 我還沒跟你說清楚 阿你今天如果受到侵犯 你這是我日本分離中的 我的義無派兵入 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我日本的娘頭 所以你現在什麼人 你打條線來講 你去介入 朝鮮問題 都直接跟 日本國政府 直接做聯動 因為這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是日本國分離中的領土 你日本國在那裡 本村的娘頭 還沒說清楚 所以萬人這台發行戰爭 日本國會派兵入 日本 日本國要聽什麼人 聽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軍事政府 他們 美日安保 就會啟動 他們就派軍隊去 什麼 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朝鮮在那裡作戰 我告訴你 你就聽了 你這條 聽了我們台灣 你就聽了 比日本國政府放棄 對浮爾摩斯 和澎湖的所有權利 頭銜 生索 他有說 要交給中國 還是交給中國民國 都沒有 他也沒有讓你獨立 也沒有讓你建國 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 你日本的放棄這樣而已 要交給誰 他都沒有說 他沒有交出力 還有他的 你知道意思嗎 他沒有交出去 實際上他沒有交 他是說 他不要灌這樣而已 我不要揣 我都不理了 對 是我的慘 我怕我不要灌 你不要灌 你不要灌誰 你不要灌也是 還有你的 你是不要灌而已 你知道那意思嗎 我問你 你所有權壯這片土地 是你的 但是你不要灌 你不要洗臭 你不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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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灌都灌成這樣 連槍都灌 全都灌起來 那屁股都灌起來 那屁股也你會 我如果說這樣 你就聽 你看我們現在一些殘忍 你知道嗎 一些處理 我們在增加很多 都開始灌灌了 灌到比人更高 真的 我就是一個 這杯子死了 你知道嗎 我 找到甘地去問了 他一定死了久了 他家的槍都比人更高 甚至還有生的槍已經出來了 已經無出來了 我去問說 啊 我就去地政事務所給他炒 我也要你講這個問題 因為像我爸說你如果炒一下 現在 那屁股在裡面 到底現在什麼情形 都炒 都生成這樣 到底有人住 沒人住 看都沒有人了 都沒有人回來管理 那 放那方 都差不多幾百 差不多 中間差不多六十百 那一片 那我這杯子 土地 他死以後 他 他怕你死的都沒回來 放那在那生糞 那 要 整的人都問說 要從那盒 那就是死了 那他現在人 現在 到底有了 沒有人想要他買 那他就想說 他就問 問到我爸那裡去 問到我爸那裡去 把我爸叫我去炒 我說好啊 我來副政事務所給他調一下 我調 雖然整個鍋都生糞 你知道嗎 六十幾百 整個都生糞 結果我調裡面十一個人 靠腰 還有人的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這就是 所謂的放棄 他的 放棄什麼 我這不 我都不在管 但是收有款 還有人家的 還有 還有人家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把 放在那邊 他都不在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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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長生到 他炒好比人家的 我說 阿不會用那些人 那些垃圾 他都沒什麼爪 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還想說 他看什麼要給他整理 或是要給他人家的 你也要整理一下 拜託那旁邊 都影響到了 那死那麼久 都死差不多 七八年以上 七八年都沒人整理 阿就是 現在要叫 叫他們家的人出來整理 說看他們家到底 還有什麼人的 阿 阿人家 到我們爸那裡去 去跟我們爸說 叫我們爸說 你去查一下 到底他現在裡面 所有的款到底是什麼人的 我現在要找他講 他長生的 炒生的 也要給人整理一下 你英雄到旁邊 你知道那炒 都生的 那個 那都會選頂 都有那個藤蔓 都會選去別人家 人家都去抗議了 阿都沒精力 整個鍋子 炒生的比別人更高 阿這就是 所謂的放棄 你聽到嗎 我放棄管 你看他沒要管 他們家的人都沒要管 看起來到11人都沒要管 阿在那我們的 我們的八公四廟以後 就沒人管了 但是 所有的有人也有 所有的11人 但是都沒人要管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他們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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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管理權 但是所有錢 他沒有變動 所有錢 他沒拿出來 我就說 我們家就知道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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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他們家 他死以後 阿現在有所有錢 10億人 但是那10億人 都沒要管 他今天這個 就是我們台灣的狀況 台灣今天還須 日本的 沒有不對 須日本天皇的 須日本國政府的 但是我說 都沒人要管 放棄給你們 自由發 給你們生草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台灣現在就生 台灣就 人日本幫你放棄 現在在生草了 生到人旁邊在抗議 有沒有 阿人就來抗議 說這批頭的 到底還有人 有沒有 人會懷疑啊 對啊 我也懷疑啊 我也懷疑說 我懷疑啊 那四十八年了 那四十八年了 那 我去看 我去看 我常常說 真的生得比人更高 阿那種 手子 手子都在生了 我說 你如果再照 十年後 他 你不知道 那手子下來了 他會把房子都撒倒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後面的房子會倒了 那手子會怎麼 手子會霧出來 那筋會在那裡拐出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 你如果整個拐出之後 你那個什麼 我們家就倒了 我們這幾個 都這樣 那整個都放了 經過超過二十幾年後 都生的手子 那手子 那筋你知道嗎 筋如果粗的 你知道嗎 那就把整個 你知道嗎 把那個 把那個所謂的 那個什麼土 都給它滷滷起來 你後面你整間的房子 就叫做撒倒了 叫那筋子筋給你撒倒了 我跟你說 我看過 我說我們要吃的 那種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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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狀況就是日本的 但是他現在跟你撒倒了 你知道嗎 我不要跟你撒 都不要跟你撒也是他的 你跟你說他就聽了 喔 這叫做日本分離中的 你就知道 就是這樣 撒倒了給你自由發揮 不要撒了 但是所有看過日本的 還有日本天皇的 還有日本國政府的 他們是沒有要撒而已 那是說 按照對峙和平條 他們沒有要撒這樣而已 還有他的 你聽到有嗎 我去查所有 看他地方你查 我也不知道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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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地政事務所 請那個 小姐給我問 因為我們本來有想要他打賣 就是說 看是不是進入那個 進入 是不是有進入那個管理 準備要化拍 因為 所以 我們爸這樣說 他這一定 一定差不多要重近十年了 可能要進入法拍 你去問一下 因為有人要買 你知道嗎 算是說生草生草 人家說 這這樣放在空 也不是辦法 也有人想要他買 想說打賣去買回來 如果打賣 你都要買 沒有不對 那好像管理是十五年 你都沒有去做定義 你如果怕他事件 都不要打賣 十五年後就進入法拍了 所以他說 這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你不要去看看 我看看 我去地政事務所裡面去到 抓 抓說什麼收款 還是說一定叫 quando定義 他把定義起來說 這一定屬於 他那個屬於 算說 算說 沒有人去登記 沒有人去做登記 來講就會 進入那個管理 管理如果十五年 他就把你送信受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是我們的 土地管理的辦法 一般你如果查 如果有一些 土地外拿來做拍賣 那我去查,裡面還有11人 還有11個,所有錢還有11個 他就是我們被公死了 他就去登記了 我們都不知道,結果他都沒有要管 他都沒有要管 他都沒有要管這個精英 結果日本政府都放棄 都不要管 但是都不要管過他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他是叫他不要管 人家就沒有管了 現在日本政府都沒有管過我們台灣 沒有啊,你現在想說沒有啊 沒有管啊 他放在乎 放在乎什麼人管 當然他也不說要交給中華民國 他就把他放的 他把他主要佔領全國美國軍事政府去處理 他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叫蔣介石的國民黨來管 你知道嗎? 所以中華民國也一直想說台灣 他也是要開台灣做的 開廟 什麼我叫他就精三條 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他沒有去蓋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台灣按照這個條件 比較確實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你跟你說你就聽了 你有沒有政績 有他在第三條跟第四條 跟第23條 他都跟你說這些事情 我帶你來看一下 我給你看一件 我們說第三條 日本國政府將同意美國的任何提議 美國是唯一管理機構 將向聯合國提交下列等地 將其置於托管制度之下 對於北緯29度與西之西南群島 包含琉球群島 和這個護岩 雙護岩南方之南方各島 對於小麗圓群島西之與火山群島和 沖織鳥島以及南鳥島 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 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 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之潛力 這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他在跟你做暗示 他跟你暗示說你這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實際上可以進入美國的托管 他都跟你說你這日本所放棄的一些領土 美國都跟你托管 這也在你暗示 你這日本國在第二條放棄的領土裡面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他可以跟你進行託管 你知道嗎 他有在跟你做這種案 雖然他在法律裡面他無名的跟你說 但是他也跟你說一件事 美國軍事政府對上述的領土 我有處分的權利 第二條跟第三條你要念在看 跟第四條 你要念在看 你就知道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託管的權利 你再念在看 你第三條先抓住一個重點 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 與所屬海域都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你像你看到嗎 美國軍事政府對這些 在所謂日本這樣放棄的相關的領土 他有託管的權利 再來你看看第四條你就更清楚了 你先來看A 根據本條B款之規定 他說B就是這個B 這個B我們待會來看B 因為B是要害 我們先看A 在第二條所列及區域內 針對目前正在管理該地區的當局們 與其居民 就日本國政府與日本國國民之財產請求前 以包含債務之處置 以及該當局們目前正在管理地區的居民 就該當局與其居民和主張包含債務內請求之日本國財產處置 針對日本國政府與國民 應依據日本國政府以該當局之特別安排為之 第二條所列及區域內之同盟軍與其國民財產 且目前尚未歸還者應由管理當局依現狀歸還 他在說的 他在說的 我們這裡放棄的所有的地區都有一個當局 你知道 都有一個當局在管 比如說我們台灣的地區有一個什麼 這個台灣當局 我們台灣的當局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他在說我們這裡有一個當局 日本放棄的地方一定有一個當局 都一定至少會有一個當局 你知道嗎 你只要說我們台灣就是一個美國軍事當局 你只要把台灣的當局找出來 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你說什麼對台灣關係法 什麼台灣關係法 你只要說那個當局是什麼人 所以你要配合相關的法律去看 你看台灣的當局什麼人 台灣的當局就是美國軍事當局 他就是台灣的老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這個第四條也有講到當局的問題 他可以處分相關的財產 我跟你講 他要處日本相關的財產 B 日本國政府承認前述第二條 與第三條中 的任何區域 依據美國軍事政府指令 對日本國政府 與日本國國民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他說第二條到第三條 這裡的 美國軍事政府有處分的權利 因為這裡以前都屬於日本國 譬如說 他政樓規定說 你在台灣頭上 這個日本的國民 跟他的國民 你都要把他當局 日本的本土 啊 這日本的本土 偏要摸的 相對 跟這個 這個同盟軍隊 主要把這個日本人都載回來 你看 把這個日本人都載回來 對 都載回來日本的本土 我們有三十幾萬的日本人 在我們台灣的地方 載回來的本土 就載回來我們的母國 日本國政府 載回來 載三十幾萬 本來是暗算這六百萬人 我們六百萬的台灣人 都要跟你載回來日本的 看著你都日本人跟你載回來 啊 你就無人島 你就無人島 你就無人島就外了 本來現在就是 人家 也打算說 我們沒有這麼多錢啊 我們也沒有暗算 跟這些人都載回來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意思 你什麼意思啊 我們只要載三十萬的日本人走 那村的也是台灣人 我載回來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你看 對第二條到第三條中 你看 他有這個處分的潛力 你有沒有看到 那權力很大呢 你知道嗎 包括我們這個 什麼 我們這個 台灣的台灣的總督府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人家已經講了 舊青山條約 人家沒要交給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百責台灣 所以人家按照 舊青山條約 你這個對峙和平條約 你處理台灣問題 中華民國就 再見奧子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沒有在對峙和平條約裡面 前一世啊 完蛋了 中華民國就不簽耶 對峙和平條約 沒有簽耶 人家這行 按照對峙和平條約 嚴格執行來講 中華民國在台灣 再見了 沒有了 好不好 他也不是 他 他也不是台灣當局 然後他也沒有簽約 所以他完蛋了 你什麼意思 我給你發到白 按照對峙和平條約 他沒簽 他要離開台灣了 所以中華民國一定會離開台灣 什麼原因 因為他對峙和平條約 他沒有簽約 台灣的當局是哪個當局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所以美國軍事 政府要離台灣開台灣 這是一定的 什麼原因 對峙和平條約裡面規定的 一些對峙和平條約 你還看 你還看台灣關係法 你就很明白了 美國軍事政府 要離台灣做台灣政府啊 這有什麼好講的 這什麼法律規定的 你如果準手法 你就一定找到台灣的出路 台灣的出路就是 對峙和平條約台灣關係法 還有西 第四條的西 日本國擁有的海底電燃連接日本國政府與領土 有嗎 日本國政府跟這些領土 根據本條約應該從日本國控制當中被平均分開 日本國政府保留日本國中端和電燃的一半 而分離的領土 有嗎 這叫做日本國分離的領土 就是說什麼 我們 這個對峙和平條說的 這個第二條 這裡說的 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則保留電燃和其餘部分和連接終端設備 有嗎 所以我說這叫做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所以他都跟你說 你被日本國政府分離的領土 就是我說 你現在的分離領土 就叫我說的 放的圈 叫做日本國政府 你都不可以插喔 你都不可以插 還交給什麼人 他有說來交給 日本國政府承認前述第二條 與第三條中的任何欺議 依據美國軍事政府指令 對日本國政府與日本國國民產案處分的有效性 你說對日本政府的出恩 我問你了 台灣的總統府 我們台灣的總督府 是不是屬於日本國的財產 日本國政府的財產 沒有錯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有處分的權利 你看到嗎 所以我們台灣的總統府 美國軍事政府對他有處分的權利 但是人家不說要交給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今天都給他百責 所以中華民國今天百責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按照對日和平條 要拿回來 要收回來 你知道的意思嗎 中華民國是不應該在台灣的 講白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對日和平條他沒簽 所以我說 對日和平條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造本 為什麼他沒簽 他不應該在台灣 他不應該在台灣 完蛋了 所以說中華民國絕對被滅掉 原因就在這裡 蔣介石的國民黨 他的中華民國一定要離開台灣 他要去哪裡 我不管 你就可以在台灣 他不簽 沒有簽就是沒有簽 台灣搞什麼人 美國軍事政府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條約規定的 所以台灣的相關 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的總 我們的總 我們的行 行政機構 是要交給 美國軍事政府 你存的人 不能收 所以我說 每年 美國軍事政府 要去那 日本國的政府 要去那台灣 做典告 美國軍事政府 要這樣才對 中華民國 你是非法 切戰台灣 你如果沒人 你如果沒人 法律說你都在台灣 你最沒有對日和平條 你不簽 你不簽你就走 人 人 台灣又進行事 對日和平條進行事 人 按照法律 台灣都日本國政府的 有財 你知道嗎 這台都要交給 美國軍事政府 去點交 美國軍事政府 廖約人 要把你成立託館 託館 按照 我們按照 第四條 這有當局 台灣有當時 美國軍事政府 要進入託館 要進入占領 要這樣才對 這是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所以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誰在對 誰在對日和平條約 跟台灣關係 裡面都有說 你如果研究像我這麼透徹 你就知道人要怎麼做 所以明年 日本國政府的協同 美國軍事政府 來點交台灣 點交台灣 按照對日和平條 點交清楚 把美國軍事政府 去佔領和託館 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台灣的什麼 當局 叫做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他就把你成立台灣政府 整個台灣把你進入託館 進入託館 那就恢復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這樣 我們特特 名字去無關 完全遵守法律 你如果說他這樣做 我沒話說 你什麼法律規定的 那就是恢復台灣的什麼 恢復台灣的主權 什麼叫主權 就是你法律應該是怎樣 你就要怎樣 你今天台灣都不正常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家名字叫中華美國就不正常 你台灣就要叫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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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的政府叫台灣政府 你台灣就是 今天因為你台灣所以 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你今天要叫美軍艦 這樣就恢復正常化 叫美軍艦哪有什麼賣的 你叫 現在就 80年把你關到這樣 你也很麻煩 那現在美軍跟你關得更好 你怎麼會逼搞 好的跟壞語 你應該真的會做選擇 好 我告訴你 對峙和平條約 重點部分 我都跟你說了 大概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你說這一本 你說我們這一本 台灣國際地位法律工具書重不重要 很重要 這本很重要的 我告訴你台灣的國際地方 都給你包起來 你知道嗎 你以後也要寫法律 要通過一些法 你一本搜尋就好了 我裡面都給你寫在裡面 你知道嗎 那改天要通過什麼法案 你就說 這個法律在 從哪邊出來 從大日本帝國縣法裡面出來 從日本國縣法裡面出來 從美國縣法裡面出來 你現在台灣的基本法 你也要寫下去 那就是遵守法律 你以前的法律 你要遵守 所以 這就是我們台灣醫藥的憲法 你知道嗎 講簡單一點 台灣未來的憲法 都從這邊出來的 我在寫法律 我也不敢亂寫 你要成千起 你之前法律 你不能忘記 你為什麼今天寫這條法律 你的法律是從哪邊來的 也不能亂寫 人家都幾百多百多個來看 那都專家 那都撲手劑的 你如果黑白色的人不知道 所以我說 人家現在都專家 現在罵的不只我而已 專家很多 你都胡說八道 你都帶中國人 都拿著沒有的 你都說 空水無錢 拿著沒有的 你以後 看來這個人 也不能跟你董椅 你會說打鐵 我跟你說 你會很堅小 那你講什麼台灣的國際地位 講到很久 到底什麼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這就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準修法律就是 這都是我們的法律 未來這都是我 我給你整理好了 因為我們要進行 我看差不多了 人家那個 明年那個 日本跟 美國的統合司令部 如果要 如果要隨時都處理台灣問題 台灣的問題就是 中華民國 不應該在台灣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聽到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中華台北 現在還在套奧運 有沒有 你看五環旗 你會覺得怪怪嗎 結果他中華民國旗 他也走不出來了 中華民國沒有人生存了 你聽到沒有 所以現在用一個五環旗 那就是難民啊 都跟你說了 這是不是你台灣的主角的問題 對不對 對齁 好那今天到這裡 攻打 你就是核之啦齁 你就找個人 慈狼高利 阿要要幾本 請問錢 adequately一本元 如果他沒跟我抖 原則上就一百 我九月份再跟你保 應該是一百 因為他應該不會給我其實 因為Magic 我跟那個影音店配合很久 配合差不多 應該拿就7、800年了 他應該不會給我一起 阿他沒帶我一起 我產 lightly 我再介紹一本就一把 啊這個總共有幾頁 總共是 總共九十幾頁 大概是九十幾頁 你看 啊大概是 就是一本一百塊 啊你們就集資 啊你叫一人跟我聯絡 我就可以貨到付款 你也超過五十分以上的 這個運費 都我吸收了 好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我可能明後天 看是不是還有機會再講 講一點東西 我說一些最近沒發生的事 我們再來 我再 研究看看 謝謝各位